自从魔王方平击杀天地 与苍猫合创阴阳大世界以后 不知过去了多久 地球附近 一个名为银月的卫星慢慢形成 在银月星的外部 助力着一道血与火浸染的红色星门 这道星门宛如一道屏障 既保护了银月星人 不受外部入侵 同样也限制了他们 向外太空的发展 我们的故事就此开始 银城 巡检斯 只听啪哒一声 随着电灯被打开 三级巡检李浩 被强光刺的 有些睁不开眼 只见一个年轻辣妹 踢着一袋食物走了过来 她敲了敲李浩的桌子 起床了 揽住李浩 你的早餐到了 看着三级巡检陈娜那极好的身材 李浩老脸一红 然后急忙接过了早餐 谢谢娜姐 听到李浩叫自己姐 陈娜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叫什么娜姐啊 人家也就比你大一点点而已 一听这话 李浩用力捏了捏手中的包子 大的可不止一点点 就在陈娜起身离开的时候 她的胸部不小心撞到了桌角 见到如此美景 李浩惨叫一声 然后把扭扣递给陈娜 自己则把头扭到一边 娜姐 我什么也没看到 本以为陈娜会十分生气 没想到她却说出了一段十分暧昧的话 其实看到了 也没什么的 此话一出 李浩先是一愣 然后抱着资料拔腿就跑 那个 王市长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先过去了 看到李浩如此迥样 陈娜黑黑一笑 真可爱啊 李浩要是当初没有从银城古院退学就好了 最低也是个一级巡检了 要知道 不过退学了也好 不然哪里能遇见这么可爱的男孩子呢 巡检司 王市长办公室 李浩决定 把这一年收集到的资料汇报上去 看着资料上这些案件 王市长有些诧异 意外死亡的案子 都已经结案十年了 你小子重提这个干什么 李浩把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 不是这样的 市长你看这里 同样的自焚案 银城十年内发生了六次 王市长文言满脸惊讶 六次 李浩点头 是的 1720年9月16日 银城安居小区的周庆 当众自焚身亡 1723年9月22日 银城商贸中心 红胶头发突然着火 蔓延全身 抢救无效死亡 1725年8月18日 银城民生酒店 王洪明在酒店内自焚身亡 1727年2月16日 银城东方大街 刘云生疑似因求撞闪电 自焚身亡 1928年8月12日 银城河边 赵氏豪疑似雷雨天雷电机意外身亡 1729年7月22日 银城古院张远自焚身亡 王市长看着李浩 你的意思是 这六起自焚案并非意外 而是有预谋的 李浩点头 肯定是这样的 1729年 银城古院男生寝室 我大学同学张远 就是这样被人害死的 听到李浩的话 王市长若有所思 难道这就是他辍学的原因 李浩继续说道 市长 这六个受害者的年龄 身份和生活圈子截然不同 却都死于自焚 所以这绝对不是一场意外 不过单从现有的情况来看 还无法下定 毕竟我还没找到 具有关联性的证 王市长用手拖着下巴 心中默默为李浩点了个赞 这几个案子 看似毫无关联 若不是 他将资料整合起来 恐怕无人会在意 不愧是古院 曾经的高材是吗 李浩指着手中的资料 按事发时间来推断 一次是三年 一次是两年 间隔越来越短 现在已是七月 恐怕今年还会再出一起案子 王市长揉了揉 有些发账的眉梢 随即做出了决定 好吧 此时我会和执法队沟通 这案子是你会总的 后续可能需要你来对接 李浩行了一个正式的军领 保证完成任务 李浩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他要作为一个意外发现者 间接参与到这些案件当中 这样既可以调查案件 又能保护自身的安全 若是巡检司无法处理这些案件 就一定会交给 那神秘的巡业人组织 李浩退学来这里 就是冲着巡业人来的 这是他能够为张远报仇的重要途径 一首图曲的出现 揭开了银城八大家 被灭门的真相 银城巡检司 李浩正在分析着 这些自焚案的细节 这六起案件 虽有各种证词 却从没有人提到过他 那道鬼魅的红影 这是李浩在张远 被害时看到的 这道红影一直在盯着李浩 甚至是在监视他 李浩实在搞不懂 那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到 至于能看到的原因 他也搞不懂究竟是为什么 就在李浩猜测 那道红影的下一个目标时 陈那惊醒了他 呦 是在查案子啊 李浩拍了拍胸膛 是啊 市长给了我一个大案子呢 要是做得好 奖金不少呢 陈那拿起桌子上的文件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李浩 你可听过一首图曲 李浩问了一句 什么图曲 陈那想了想 李家的剑 张家的刀 赵家的拳 刘家的腿 郑家的少爷拖后腿 此话一出 李浩眼中疯狂闪烁 李家的剑 张家的刀 难道是那个 陈那继续说道 这图曲里 唱了八个姓 李 张 赵 刘 王 红 周 正 六个被害者的姓氏 刚好对应了其中六个 只差一个李姓 还有一个正姓 咦 李浩你也姓李哦 你不会和这案件 也有什么关联吧 这一刻的李浩 又是激动 又是恐惧害怕 若是真对上了 那下一个 就是自己 张远一定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所以才让自己逃 记得那是小时候 李浩看着脖子上的 剑形玉佩 向自己的父亲问道 爸爸 这是什么 李浩揉了揉李浩的小脑袋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 传下来的星空剑 李浩有些不减 这么小 也叫剑呀 李浩笑了笑 剑不再大小 你看这把剑虽然小 可是实际上 它蕴含着宇宙的无穷威力 浩浩你好好摸索 总之 它就是一把剑 就在这时 拆台的人来了 张远的父亲 叫李浩去打麻将 李浩匆匆忙忙地跟着去了 小李浩看着手中的星空剑 他实在搞不懂 这么小的东西 怎么能充满无穷的力量呢 从回忆回到现实 李浩面色一变 李家的确有剑 张家也的确有刀 下一秒 李浩一把抓住陈娜的小手 娜姐 这歌谣 你从哪里听见的 能带我去见见这人吗 陈娜有些惊愕 我老家的很多老人都会这句话 看着你桌上的信 就顺口念出来了 不会真的有什么联系吧 李浩急切地问道 那我能去你家里 见见那些老人吗 就在陈娜胡思乱想的时候 李浩隐隐想到 之前都没有按照家族去查 如果这件事 不是针对个人的话 经过查看资料 果然如李浩所想 洪家 周家 张家等等六个家族 已经全部绝后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杀人了 这简直就是灭门 下一刻 李浩说了一句 我去趟档案室 回来再和娜姐 你聊剩下的细节 然后风风火火地 朝门口跑去 陈娜见状有些无语 这小子 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一惊一乍的 档案室内 看到李浩来了 值班的阿姨开玩笑的 要给他介绍对象 李浩轻笑一声 赵姐 我打算出家了 相亲这是 下辈子再考虑吧 对了 1715年到1719年 正姓死亡名单 您这边有吗 值班阿姨呵呵一笑 第三排第四个货家上面就是 还说给你介绍我闺蜜 退休了有车有房 还有滴宝呢 果然如猜想的那般 郑家的人都死于一场煤气爆炸 目前能查到的资料都说明 这些人都已经被灭了 那么按照顺序 下一个就会是 李家 也就是李浩自己 回想起张远让自己逃命的那一幕 李浩这才恍然大悟 张远那时候就在提醒我 我即将就是下一个被杀的人 所以 三年前父母的车祸 也不是意外 一念至此 李浩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红颖杀人 目前都是通过自焚的手段 巡业人和红颖有关系吗 红颖只出现在阴雨天 最近的一次阴雨天 就是六天之后 比起一年前 李浩已经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他也明白了 这红颖并不是没有任何条件 就会出现 李浩在这一刻决定 如果那道红颖 一定会找伤自己 他定要为张远和爸爸妈妈报仇 是要让他血债血偿 潜伏在暗处的势力 开始浮出水面 平平无奇的李浩 竟然被一伙神秘人给盯上了 巡检司 王市长办公室 王杰看了一眼李浩 你说 你想去张远的家看看 李浩点头 是的 王杰想了想 你和他是同学 现在案子有可能是凶杀案 你去查查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机要室的人员申请 枪械带回家 这倒是有些麻烦 咱们是机要室 可不是执法队 李浩纠正了一下 市长 不是带回家 是罢案用 王杰考虑了一下 这样吧 最近宁城古月那边 很快会有一次对外考察 巡检司这边 会派一部分人 进行保护工作 你填一下表 申请参加 这样你身上就有任务了 作为保护人员 是有资格写枪的 李浩有些无奈 怎么还是 和这任务挂上了 这样的话 又要和老师见面 王杰呵呵一笑 怎么了 怕被袁老揍 听说 你退学的时候 和袁老闹得不太愉快 但他毕竟是古院教授 还是你的老师 还是找个机会 改善一下关系 这也是配枪最好的办法 还没劝几句 就见李浩直接同意了 好的 请市长签字批准 倒嘴的话 忽然卡在喉咙里了 王杰有些古怪的 看了一眼李浩 不是说 这小子虽然良善 可性格有点轴吗 今天怎么答应得这么痛快 李浩脸上露出老实 而又无奈的笑容 市长 我和老师的关系 没你想得那么僵 前些天他还督促我 让我在巡检寺好好干呢 王杰点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说着 他把签好字的表 递给李浩 好了 去装备库领装备吧 李浩接过表 心满意足地 走出了市长办公室 拿着王杰的批文 李浩很快便领取到了一支 充满了金属质感的 深黑色手枪 漩涡三代 有效射程50米 配发子弹18发 单次可以装填6发 可连发 搞到防身的武器后 李浩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李浩一边骑自行车 一边思索 两次见王市长 总感觉他不愿意通知 巡业人插手这件事 可时间这么紧迫 巡业人不插手的话 就靠巡检寺自己的力量 能对付红颖吗 目前所有的线索都在预示着 下一个受害者就是我 红颖既然能精准找到每一个人 肯定也可以找到我 就在李浩停下喝水的时候 他察觉到了异样 之前越过他的一辆车牌为 迎7219的黑色轿车 竟然掉头开了回来 这是一件十分不合理的事 李浩很快便意识到 这辆车是在盯着自己 很可能和红颖是一伙的 与此同时 黑色轿车中的墨镜男子开口说道 他好像没发现什么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张远是他好朋友 才会关注这件事 旁边的妇人微微点头 墨镜男子继续说道 先盯着吧 那些烦人的家伙 最近要来迎城了 小心围上 小区门前 李浩把自行车停在路边 今天是第一次有人跟踪我 很可能是我向王市长汇报 连环自焚案 真是被泄露了 这速度 会面也太快了吧 那么 你们到底是谁呢 红颖背后的人 还是那神秘的巡业人 不管是谁 可以肯定的是 巡检司里一定有内鬼 李浩一边想着事 一边扭开了自己家的大门 就在这时 旁边忽然闪过一道速度极快的黑 只见一条黑色小狗 眼巴巴地看着李浩 好像在期待什么 李浩轻笑一声 黑豹 你这家伙 速度怎么越来越快了 看到李浩手里空空如也 黑豹顿时露出一副 我不开心的表情 李浩健壮呵呵一笑 你这也太现实了吧 待会给你弄吃的 打开房门 李浩找出了 不知道有没有过期的狗粮 然后拿出黑豹的餐盘 到了许多进去 黑豹尾巴摇曳 抬头看着李浩 好像在说什么 李浩大笑一声 还嫌弃 不是还没过期吗 过些天你还未必有吃的 到时候自己去找吃的 就在黑豹不情不愿吃着狗粮的时候 李浩拿出星空剑把玩了起来 这遇见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从小受伤很多次 低血认主能认的话 早就生效了 就在这时 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正在干饭的黑豹一个猛呼 把李浩的星空剑含在了嘴里 看到黑豹把星空剑吃紧狗嘴里 李浩面色大变 他怒喝一声 卧槽 白眼狗 你把老子的星空剑赶紧吐出来 星空剑泡水 竟然能溢出神秘的能量 这无意让李浩以后在对抗红影时 增加了砝码 夜晚 一座陈旧的公寓里 正在上演着一幅人狗大战 李浩的咆哮声 那是响彻天际 白眼狗 我白喂你了 我的传家宝你也吃 赶紧给老子吐出来 只见李浩锁着黑豹的脖子 用力抓着黑豹的狗头 他还就不信了 自己一个人类 竟然制服不了一只狗子 然而黑豹的狗嘴壁得十分紧 李浩怎么也拉不开 他只好开口威胁 你再不松口 下次带你去绝育 以后别想在我这里弄吃的了 一听到吃的 黑豹立马把嘴巴张开了 李浩砰的一下 脑在了地上 片刻之后 李浩揉着有些发痛的脑袋 没好气地看着黑豹 白眼狗 你看着我干啥 还想舔啊 一听这话 黑豹那是疯狂点头 李浩见状微微一正 你这家伙还会点头 难道成精了 不知道建国之后 不许成精啊 下一刻 李浩把星空剑放进了开水里 想要消一消毒 毕竟狗嘴舔过了 太脏了 李浩此时有些不解 自己小时候也没少舔啊 怎么就没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就在李浩把星空剑烫了一遍之后 趁着他愣神的功夫 黑豹跳到灶台上 巴唧巴唧地喝起了碗里的开水 这可把李浩惊到了 这可是开水啊 这狗不怕烫吗 下一秒 李浩突然双眼睁大 只见正在喝水的黑豹 全身附着着绿色的神秘能量 李浩灵光一闪 泡了遇见的水 竟然拥有神秘的能量 难道星空剑上 蕴含着一些神秘能量 这些能量平时无法汲取 只能泡水 能量一散到水中 还能被人吸收吗 与此同时 喝完水的黑豹 变得更加通人性了 毛发也更加有黑增量 怀揣着这个疑惑 李浩再度用星空剑泡了一碗水 他想要试试 自己能不能吸收这些能量 毕竟红影即将到来 巡业人未必可靠 巡检寺内部都是筛子 身边无人可用 无人可信 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自救 哪怕这水有毒 最坏的结果 不过是死亡罢了 只是提早了一些而已 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李浩在这一刻 迅速做出了决定 然后端起水碗 大口地喝了下去 喝完水后 李浩有些嫌弃地擦着嘴巴 怎么一股过气狗粮的味道 黑豹 你嘴真臭啊 就在李浩吐槽的时候 一股绿色的能量 出现在他的腹部 紧接着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能量竟然溢散了出来 然后慢慢消失了 这一情况 让李浩郁闷极了 他苦笑一声 难道我连狗都不如 就在这时 李浩突然灵光一闪 等等 应该是要配合功法吸收 这让李浩想起了 之前袁硕老师 传给他的五情新书 这是一本可以强身健体的法门 据说是一本绝技 下一刻 李浩打起了五情新书 什么虎之威猛 鹿之安书 熊之沉稳 圆之灵巧 鸟之清洁 各个招式不断练习 这让李浩意识到了 袁老师教的这个五情新书 黑豹的叫声唤醒了他 李浩摸了摸黑豹的狗头 黑豹 这件水真的有用 之前一套都打不完 最多坚持六分钟的五情新书 没想到今天一次性打完三遍 这让李浩看到了希望 他决定继续练习 从而让箭水赶紧吸收 毕竟一会 他还要去张家找刀呢 听到楼上哐当哐当的声音 楼下的妇人 一脸不爽地看着自己的老公 那男子惊呼一声 肯定是吃了药的 一段时间过后 练习完的李浩冲来的早 然后穿好衣服 带着黑豹出门了 这一趟充满了危机 但是李浩必须得去 唯有拼搏才能活下去 张家古宅惊羡泻影 李浩究竟该怎么办 夜晚 一颗类似月亮的球体升到空中 李浩带着黑豹 行走在无人的街道上 当来到张远家附近时 这里已经荒废得喊无人烟了 看着有些犯困的狗子 李浩提醒了一句 黑豹 打起精神 别掉链子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轿车从旁边驶过 这辆车的牌照 为银7219 这很明显 就是之前跟踪李浩的那辆车 李浩见状 只好拨通了袁老师的电话 片刻之后 对面响起了中气十足的人声 这大晚上的 你小子想通了 是不是在巡检司 混不下去了想回来 原本还有些恐惧的李浩 此刻忽然安心了许多 他恭敬地说道 老师 我暂时还没那个想法 一听这话 袁瘦那有些恼怒的声音 从另一方传来 那你打个屁的电话 李浩开始讲述自己最新的发现 老师 张远自焚的案子 我这一年一直在查 张远 也许不是意外身亡 此话一出 袁瘦那边忽然安静了下来 李浩继续说道 这些年银城自焚的 不止张远一个 还有好几人 他们间隐约有些关系 但具体的线索 我还没查到 我现在就在张远老家 我想再找找线索 证明张远是被谋杀 而并非意外 就在这时 电话那头传来袁瘦的叮嘱声 李浩 如果是谋杀 那你更不要贸然前往 小心发生意外 你在那边等着 我跟巡检司和古院打声招呼 你要是需要帮忙 马上会有人过来 李浩警惕地瞥了身后一眼 老师 没那么严重 我给你打电话 是要说别的事 我接下了古院外出考察的保护任务 过些天 可能会保护老师一起外出考察 那边的袁瘦 好像有些意外 他大笑一声 也好 那我等你 只要你表现好 我照样能想办法让你在古院毕业 李浩一边扯下张远家的封条 一边跟袁瘦到了声线 谢谢老师 不过老师 你还是多泡点狗请补补吧 声音都没以前带劲了 我先进屋子 过几天 学生到家里来孝敬你 袁瘦文言笑骂了一句 好小子 你行 雨落 二人便挂断了电话 下一刻 李浩推开了张远家的大门 与此同时 两道人影正在监视着李浩 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 脸上戴着厉鬼般的面具 那模样吓人极了 其中一人对另一人说道 那个声音 是银城古院顶级元老 袁硕 不是说 他们俩关系早就破裂了吗 另一人张了张嘴巴 看来传闻是假的 有人交代了 这小子暂时不能动 留下饮用 下一秒 这两道黑影 悄悄靠近了张家古屋 他们想知道 李浩进去是为了什么 张家古屋并不大 正前方是主屋 两侧一边是张远的次卧 另一边是厨房 院子的中间 种着一棵老树 李浩查看了一下老树的土壤 他可以肯定 那帮人已经来过了 虽然这里都恢复了原样 但还是可以看出 那帮人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 连树根下都没放过 不过这些人应该很难想到 李家的剑只是一个小玉剑 而张家的刀 不过是一个小石头模样的刀片 有记得当时小张远 翻出一个石头模样的小刀玩耍 结果被其父 做得哇哇乱叫 而那石刀 应该就是张家的刀 李浩记得最后一次 见石刀的时候 是张远的父亲 把石刀丢进了狗窝 李浩随即来到狗窝的位置 他明白 不能这么大张旗鼓地找 因为暗处有人在盯着 李浩决定打草金蛇 他拿起一块石头 就在这时 一片石瓦碎在了地上 李浩见状 立马把手枪 对准了发出声响的位置 同时大喝一声 是谁在那里 只见一只老鼠从墙上跳下 然后快速地离开了 就在李浩松了一捕气时 一只没动静的黑豹 忽然低声嘶鸣起来 这不是护石的声音 而是带着一些忌惮的警告声 李浩转头看去 只见一道血影 从主物飘了出来 这道血影的出现 让李浩意识到 或许那帮人一直在张家待着 寻找石刀 根本没有离开 看到血影越来越近 李浩的心脏 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他暗骂一声 该死 出现得太早了 我连巡夜人都没见到了 李浩有想过逃跑 可一旦逃了 就会暴露自己能看到血影的事实 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无数念头闪过 下一刻 李浩对着黑豹呵斥一声 叫什么叫 安静点 一只老鼠趴成这个样子 耸祸 下一秒 血影和李浩来了个面对面 他对着李浩张了张嘴 那场景甚人极了 出色的演技 让李浩逃过了一劫 另外还把那两个鬼灭人给欺骗了 这简直一举多得 张家古宅 李浩无视血影 他把漩涡三代对准了主物 我是巡捡司巡捡 现在出来 我算你认罪态度良好 下一刻 李浩强忍着不去看那红色血影 而是一脚踹开了主物的大门 有没有人 我是巡捡司巡捡 再不出来 我开枪了 然而主物内却没有任何声响 李浩看了一眼还在汪汪叫到飞豹 然后呵斥一声 狗东西 你是真狗啊 还想骗我 看到李浩没有意识到危险 飞豹用爪子指着血影 还在不停地叫着 李浩有些烦躁地骂了一句 傻狗 还在乱叫什么 说着 他一脚踢出 飞豹侧身一躲 李浩的星空剑微微一动 一股绿色的能量一散开来 飞豹还在呜呜地叫着 那意思是说 你才是傻狗 你全家都是傻狗 你看不见吗 本狗都能看见 李浩则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还好没被其他人看见 大晚上的我还以为有凶手在呢 吓死我了 李浩常常吐了口气 然后低头看向飞豹 该死的傻狗 让我出球 还好没人看见 虽然表面上强装镇定 但是李浩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了 这次麻烦了 看来手枪对他起步了作用 片刻之后 李浩决定找袁硕和黑衣人试试 而就在这时 一股淡淡的红色丝线蔓延而来 然后连接到了薛颖身上 紧接着 薛颖好像接受到了什么指令 下一刻 薛颖迅速飘荡离去 消失在院子中 收回薛颖后 一个鬼灭人开口说道 那李浩会不会把我们要的东西找到 另一个鬼灭人反问了一句 你觉得可能吗 那张家老宅 我们找了那么久 都一无所获 不过 倒是可以确定一点 一年前李浩离开古院 并非看到了什么 只是无法接受张元死亡罢了 若是真看到什么 他今晚大概已经尿裤子了 说到这 两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 张家古宅再次恢复了安静的状态 李浩瞥了院外眼 这是红色丝线 看来是有人在外面操控血影 就在刚才接触到血影时 星空剑好像有反应 这让李浩生出了一个念头 难道说 星空剑可以对血影造成伤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要谋划得当 剑斩影 枪杀人 说不定可以一起弹掉他们 这一切都得慢慢找到答案 今晚的重点是先找到石刀 变客之后 李浩翻找了一阵 这里已经被那帮人找过无数次了 石刀应该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 李浩看了一眼旁边的黑豹 话说 之前不是黑豹这家伙 就对星空剑有反应 或许他也能对石刀有反应 一念至此 李浩拿出星空剑 然后让黑豹秀了秀 看看 他能不能在屋子里 找到类似的尾帮 然而 找了半天 黑豹那是一无所获 就在李浩打算放弃的时候 他脑中灵光一闪 会不会是被什么东西掩盖了气味吧 这里有强烈刺激气味的地方 一个是厕所 一个是厨房 厨房和毛坑 本来就是嗅觉最容易被干扰的地方 怪不得黑豹找不到 下一刻 李浩做出了如下安排 走 黑豹 分头行动 我去厨房找 你去毛坑找 对于这个安排 黑豹那是极为不情愿的 奈何形势逼狗 他只能咬着牙去了 张家的刀竟然被砌进了烟囱中 这让人如何能猜得到 就算张远的父亲还活着 他都不一定能找得到那柄石刀 张家古宅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 非豹灰头丧气的 从厕所走了出来 李浩见状黑黑一笑 在厕所闻到啥了吗 吃饱了吗 非豹十分郁闷地摇了摇头 那意思是说 并没有发现石刀 李浩打了个响指 安慰了一句 好了 这里疯那么多年了 厕所比我脸还干净 来厨房看看吧 来到厨房 忙得不亦乐乎 趁着黑豹寻找石刀的功夫 李浩用手摸了一下锅台的灰尘 这明显是 有人翻动以后 重新做的样子 那帮人连炉堂都不放过 可以说是相当尽心了 片刻之后 黑豹对着李浩汪汪叫了两声 那意思是说 不妨也没有发现石刀 李浩闻言叹了口气 果然还是不行啊 这里还有哪些地方 是这帮人不会查到 黑豹又闻不到的呢 李浩抬头瞥了一眼墙壁 对了 还有烟囱 这里好像是张叔做完小远新修的 下一秒 李浩抓着黑豹 让他闻一闻 烟囱是否有异样 这一次 黑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他指着一处墙壁 就是这里 有了发现 李浩随手把黑豹丢到一边 然后盯着这个烟囱看了起来 谁能想到 张家把家传的石刀 拿来砌砖了呢 张叔叔 还真是尊重先祖啊 李浩忽然有些哭笑不得 当初为了这块石头 张叔叔揍了自己儿子一顿 好家伙 转头家里修厨房 就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石头给砌进去了 就没你这么尊重老祖宗的 你张家的老祖宗 要是还活着 大概也能被砌死 八大家中 李浩不知道其他人如何 反正李家的剑 是一直当传家宝传承下来的 张家这块石头能传下来 李浩觉得 简直太不容易了 就在李浩打算取出石刀时 他突然停住了动作 等等 不能动 这里被搜查了这么多遍 动了拿着 他们立马就会发现 当然也不能找石头替换 因为痕迹太醒了 只有彻底地毁掉烟囱 让对方无从查起 这才能万无一失 可这活 又不能由李浩亲自来干 因为会引起那帮人的怀疑 自来想去 李浩走出厨房 然后拨通了袁硕的电话 很快 几乎是打过去的瞬间 袁硕的声音就传来了 没事吧 李浩摇头 老师 我没事 张远家里果然被人翻过 看来是凶手要寻找什么 袁硕听话知奇异 若有所思地问道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李浩轻笑一声 我在想 能不能引蛇出洞 既然对方来了张远家 还要找什么 是不是没找到了 不过我人为言轻 在巡检司说不上话 要不劳烦老师 让巡检司派人来一趟 动静大一点 拆掉一些张家的建筑 打草惊蛇 看看能不能引出 杀张远的凶手 一听这话 袁硕隐隐猜测 李浩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所以想通过这种手段 来得到什么 或者真的可以引出背后的东西 经过一番讨论 袁硕最终同意了李浩的想法 他知道自己的学生很聪明 不会无缘无故地要这么做 既然如此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 那就支持一下好了 银城执法队的到来 给李浩带来了更多的信息 杀害张远的嫌疑人 可能是二级汉匪 有着超乎想象的实力 与袁硕通完电话后 大约晚上十点左右 张家古宅外 响起了一阵阵车鸣声 寂静的老街 在这一刻灯光要射 整个老街区都喧闹了起来 只听皮靴踩地的声音不断传来 一队全副武装的巡检 迅速包围了整个老街 很快 张家门口也都站满了巡检司的巡检 执法队大队长刘龙大喝一声 我是执法队队长刘龙 谁是李浩 李浩文言迅速上前 然后进了个军礼 报告 我是李浩 刘龙冷哼一声 李浩 作为巡检司一员 你简直就是巡检司的耻辱 巡检司是什么 是执法机构 是整个营城唯一 也是最关键的执法机构 你作为巡检司的一员 有任何发现 任何危机 完全可以直接通过巡检司 寻求帮助 为何通过外人之手 干涉巡检司执法 刘龙的这一声质问 带着猛虎般的威慑力 让李浩有一种直面猛兽的感觉 李浩有些被威慑住了 他颤声回答道 我只是寻求我老师的帮助 没想到会让巡检司这边大动干戈 因为我没证据 所以没好意思寻求巡检司的帮助 刘龙哼了一声 没有证据 那就找 为何会不好意思 说说 死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浩跟上刘龙的步伐 我确信 张远的自焚案是他杀 而不是死于意外 我和张远是发小 对他家很熟悉 可是我发现 被封锁的张家 被人反复翻动过 而且 墙外还有一些可疑的脚印 说着 李浩给刘龙指了指 自己发现异样的地方 刘龙看了一眼 地上那几个浅浅的脚印 他发出一刀命令 吴超 你来看看 吴超经过勘查 很快便给出了很多的东西 嫌疑人是男性 身高180左右 体重不支 脚印浅薄 痕迹最深的 应该是两个小时前左右留下 最浅的 恐怕超过半年 实力不弱 从留下的脚印来看 不低于二等 可能更强 刘龙打了个收到的手势 然后对李浩进行解释 执法队给危险分子定级 不考虑武器之类 单纯从身手来分的话 执法队将这些危险分子 分为三等 一等最强 三等最弱 一个三级汉匪 应该就能杀光 你们机要室的所有成员 三年前 银城发生的灭门惨案 一夜之间 胡家32人 被赤手空拳的一个混蛋击杀 那个人就是三级汉匪 李浩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通过脚印来判断几级实力 是通过脚印深浅程度不同吗 吴超摇了摇手指 不完全对 小李同志 不只是脚印深浅 前后发力深浅 还可以还原落地的姿势 力度等 通过发力 大概判断着人的身手 有兴趣学吗 不等李浩回答 旁边的性感女队员补充了一句 超哥可是痕迹方面的专家哦 下一刻 刘龙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好了 别闲聊 封锁整片街道 挨家挨户地搜查 查询是否有陌生人来此 不许放纵任何人 反抗者 就地击毙 众人说了声势 而后迅速行动 很快整个街道都喧闹了起来 刘龙难得称赞了李浩一句 不错不错 你小子 能从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找到这里 这些人胆子不小啊 杀人之后 居然还敢在这监视多日 吴超悠悠一笑 队长 对方胆子大 那不是正常的吗 咱们银城执法队 也未必能奈何对方 刘龙闻言 眼神瞬间冰寒无比 奈何不得 那也未变 有些人总觉得自己高人意的 不把一切放在眼中 可这些年来 咱们银城执法队 难道没杀过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吗 此话一出 其他几位执法队员 都是幽冷一笑 刘龙看了李浩一 你要知道 银城是我们的地盘 在这里 循业人也得盘着 听到循业人三个字 李浩心中一惊 他这么简单的 就说出了循业人 他知道循业人的来历吗 怀揣着这个疑惑 李浩装作一副小白的模样 刘队长 循业人是什么 队长的意思我不懂 刘龙骂了一句 还在给我装胡同 虚伪 循业人再厉害 也有人管着 我们是同僚 他们不敢对我们下手 你下回见面 直接骂他们 一听这话 李浩心中忍不住 吐槽了一句 这队长 性格太虎了吧 就在这时 之前说话的女队员 打了个圆场 好了 好了 别吓小朋友了 刘队长一般 可不会给其他人说 这么多 我们执法队是看你小子机灵 到现在也还算镇定 怎么样 小李浩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邀请 李浩一时间愣住了 这是什么个情况 猎人和猎物 并不是绝对的关系 当猎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 他们可以反杀猎人 掌控命运 听到执法队女队员的邀请 李浩搞不懂 这是什么情况 刘龙轻哼一声 我还没同意呢 先进院子看看 走进院子 刘龙看了李浩一眼 说说你的调查吧 尽量不要有所隐瞒 李浩点头 张远之死 我通过对比大量卷宗 觉得他不是自杀 从卷宗中发现 张家经过此次事件以后 已经绝后 同类型的案件 在我市这些年 一共发生过六起 这里的泥土干燥程度是不同的 一部分是正常干燥的泥土 一部分是人为作旧的痕迹 同样的痕迹 便集了这间院子 说明有人害了张家以后 一直在找寻什么东西 但应该还没找到 所以我猜想 就在这时 执法队女队员 突然凑到李浩耳边 小李浩 点子不少呀 还想借我们的手 混淆视听 就在李浩诧异的时候 刘龙已经下达了指令 安排人把这个破院子拆了 既然没查到什么 就拆掉 绝地三尺 再没发现 就烧个干净 再没有 那就算了 说到这 刘龙看向吴超 吴超 拟取几件东西 让正物带回去 听到刘龙的安排 李浩若有所思 他这是 在保我吗 要是单纯安排 执法队拆架 红一门一定会觉得 我带走了张远家的东西 可是如此一来 就变成执法队 也有可能带走了这些东西 刘龙转头看着李浩 李浩 你和我出去走走 雨落 他便大步走出了张家古宅 执法队女队员黑黑一笑 还愣着干啥 跟上去啊 李浩下意识点头 然后跟上了刘龙的步伐 夜晚 类似月亮的球体 悬挂在天空 刘龙和李浩 一前一后行走在街道上 刘龙抬头看着天空 然后问了一句 李浩 你对执法队印象如何 李浩只回了两个字 能干 刘龙文言骂了一句 能干个屁 虚伪 这些年 执法队大案实践久不破 前几年可不是这样的 之前迎成的治安还是最好的 可以称之为夜不庇护 很多年前 我们怀着正义永存 永不畏惧 永不妥协的初心 加入了执法队 可是人很难从一而终 如今的执法队 有不少内鬼 很多队员也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这是为什么呢 李浩想了想 权力 金钱 刘龙一拳 将墙壁打出了一个小坑 是力量 那种让人窒息的力量差距 超能者 此话一出 李浩心中大害 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 张远的死 以及红影背后的力量 或许都和所谓的超能者有关 数十年前 这个世界开始出现了一些 觉醒异能的人 异能一旦觉醒 就可能拥有操纵元素作战 和通过异能强化身体的能力 武者辛苦修炼的成果 被这些人顷刻之间超越 而这一类人 我们称为超能者 好在超能者几乎是万里挑一 不然早就天下大乱了 部分超能者被政府收编 也就形成了巡业人这个组织 而有些超能者不是那么听话的 就需要我们和巡业人一起登场 说到这 刘龙看着李浩 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你加入执法队吗 第一 你心思缜密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你有才能 我们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 第二 你的好友出世 你愿意花一年时间退学 也要调查清楚 讲义气 够耐心 第三 你已经被卷入这场和超能者的斗争之中 你的胜算无限接近零 而元老对你的帮助有限 我们就是 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首途取下一个 就是理性吧 你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就凭你现在的手段 怎么去和超能者抗争 这些人布局这么多年 而最后的线索都指向你 他们绝对不可能放弃 所以 你加入执法队 不单单是在帮我 也是在自救 李浩有些犹豫 刘队长 如果力量差距真的如此之大 可是我怎么知道 你们能对付超能者 流龙目光一领 超能者 正如你想的那样 人人都想跨入成为非凡者 而我就差点跨入那个领域 可是我最终被退回来了 也是那次 让我颓废沮丧了好一阵子 导致现在执法队 鱼龙混杂 但是我们也找到了 成为超能者的方法 只要杀掉和自己属性匹配的超能者 剥夺他的神秘能 引入自身 一次不够 那就两次 直到神秘能激发自身的超能 那你就是下一个超能者 最近三年 我们已经猎杀了数位超能者 毕竟 猎人和猎物的关系 是可以对调的 为了能了解真相 为了能在红影和超能之间谋的生机 李浩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执法部 在挖掘机的工作下 只听轰隆一声 张家古宅很快便成为了废墟 李浩心中轻叹一声 小远 你死了 你的家也没了 你留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痕迹都快消散了 而今 唯有给你报仇 用凶手的人头祭奠 送你一程 我好像做不到其他了 可是那些超能者 实力强大的 让人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时 一道女子的声音 从耳边传来 在想什么呢 小浩浩 这突如起来的声音 吓得李浩一个冷战 他转头 看着那名性感的执法队女队员 你怎么无声无息的 执法队女队员大笑一声 小浩浩 真可爱 想加入我们的话 明天可以来找我 说着 他递给李浩一张名片 或者给姐姐打电话 私人电联也可以哦 李浩有些害羞地接过名片 那名执法队女队员临走前 还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姐姐叫柳燕 执法队副队长 随时欢迎来找我哦 李浩微微点头 好的 等执法队走后 李浩一边走路回家 一边拨通了袁硕的电话 喂 老师 电话那头问了一句 解决了 李浩点头 嗯 刘龙刘队长带人来了 我已经往回走了 下一秒 李浩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那个 老师 我想加入执法队 刘队长告诉我 加入执法队 能通往另外一个领域 袁硕文言眉头微皱 小浩 哪有那么简单 若是那么简单 人人都是超能者了 刘龙这家伙 对你说的 隐藏很多信息 首先 执法队成功击杀超能者的概率很低 用九死一生来形容 也不为过 就算你成功击杀他们 到了隐能入体这关 巡业人那边是百分之九十的安全率 哪怕不成功 也不会死 可是用刘龙的法子 在隐能入体的过程中 一半几率会死 此话一出 李浩眼神微动 这一点 刘龙之前还真没有提 袁硕继续说道 还有 你以为执法队那边 之前就那么几位胆子大的 刘龙原本召集了好几十号人 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 有些在击杀过程中就死了 有些在隐能入体过程中死的 说到这 袁硕叹息一声 你若是真想走这条路 也许 我可以帮你申请一次试试 李浩隐约感受到了老师的为难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盘算 老师 不用了 执法队给我的禁锢更少 同时 我很想报仇 听到李浩的决定 袁硕先是一正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脾气真像我啊 算了算了 自己选的路 就自己走吧 有时间来老头子这里一趟 我给你讲讲其中的道道 要是你真的成功了 也许是好事 我们还可以携手做点事情 不需要被人挟制 有些家伙巴不得我一直失败 迟早丢开他们 小浩啊 全力活下来 李浩重重点头 老师 我会的 挂断袁硕的电话 李浩找到了联系人中的柳燕 下一秒 李浩拨通了柳燕的电话 喂 柳队长 我决定加入执法队 经过一夜的忙碌 太阳此刻已经从东方升起 李浩回家收拾了一下 然后就去上班了 巡检司 听到李浩要调到执法队 机要室的众人纷纷开口挽留 小浩 你咋犯傻了 这么危险的路子 我们机要室活哨危险少 你去执法队干啥玩意 就是 听大哥一句劝 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机要室才是你永远的家 就在这时 王杰市长走了过来 他呵斥一声 都安静 李浩 来我办公室一趟 市长办公室 王杰看着李浩 执法队调令来了 确定要去了 李浩轻轻点头 其实就希望查清自焚案 要我朋友报仇 王杰叹息一声 行吧 执法队可比我们搞文案的危险多了 不过我也不拦你 自焚案结束后 你要是还想回来 可以打报告 我这边随时欢迎你 感受到王市长的关心 李浩弯腰行了一礼 谢谢市长 就这样 李浩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然后和机要室的同事们告了个别 便朝着执法队那边走去 机要室就在巡检大厅后面的办公室 而执法队 却是在旁边一栋楼里面 整个大楼都是执法队的地盘 比机要室要阔气得多 看着前方的执法队大楼 李浩心中默念了一句 红影 超能 我来了 与猎魔小队的首次见面 李浩承认自己破防了 我好若机 执法队大楼内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之前李浩拿到手的漩涡三代 在这里只能说是垃圾 暴风一号 轰锋位枪械 杀伤力极强 装弹一次三百发 被连发 银眼四代 最先进的狙击型枪械 精准射程五百米以上 实际杀伤范围更大 霍甲二代 据说可以直接穿透钢铁 这里哪是办公室 简直可以说是军火库 除了热武器之外 还有一些闪着寒光的冰刃 看上去就锋利无 李浩继续往里面走 见到了一群大汉 正在卖地的锻炼 他们的口号是 只要炼不死 就往死里炼 胳膊上的嘎达肉 那是秃秃的 见到这一幕 李浩有些愣神 这里和机钥匙的氛围 果然不太一样 就在这时 一名壮汉来到李浩的面前 小子 你来这里做什么 李浩急忙进入手里 报告 机钥匙李浩 前来报道 壮汉文言眉头一皱 你就是昨天 害我们加班那小子 你这小身板 能应付得了柳队长吗 此话一出 尹德周围正在锻炼的人们 哈哈大笑起来 下一秒 一只手掌 抓住了壮汉的衣服 柳燕的声音随之传来 要不你来试试 看到柳燕 这些壮汉们 立刻紧张了起来 他们站的笔直 齐声高呼 柳队长好 柳燕美好气地 瞥了这些人一眼 看来是都太闲了 今天训练量翻倍 然后去 全程用腿巡逻十圈 谁再有精力的话 来和我打搏击实战 一听这话 这些壮汉们 纷纷犹如泄气的皮球一般 收到 当注意到李浩时 柳燕立马换了一副 笑嘻嘻的模样 小李浩来了 我带你去见老大 别这么正经了 姐姐又不会吃人 在柳燕的带领下 李浩很快便来到了 刘龙所在的地方 柳燕对着刘龙招了招手 老大 人来了 刘龙回头看了李浩一眼 正好 再次介绍一下 我叫刘龙 猎魔小队队长 负责正面攻坚 吴超扶了一下帽子 我是吴超 猎魔小队侦察员 负责情报搜索 以及侧面吸引火力 旁边的胖子指着自己 我叫陈坚 猎魔小队盾防员 负责防守 柳燕摆出一副 最后一个双马尾女孩淡淡说道 我是云瑶 猎魔小队医生 负责治疗 李浩顺势也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李浩 原记要是巡检 银城古院退学生 擅长武情书中的元术 动作较为敏捷 听到李浩的介绍 猎魔眉头微皱 就这些 猎魔小队是巡检 私职法队中的精英 我们所维持的是银城的治安 我们所猎杀的是干扰凡尘 手染鲜血的刽子手 用一句话形容就是 我们极是正义 来吧 让我们看看你的能力如何 刘龙看着陈坚 陈坚 他说他速度很快 那你最慢 就由你和他练练手吧 陈坚轻笑一声 好的 队长 双方站立两侧 李浩看着陈坚 我之前应该也就比普通人强一些 但是这几天喝了泡件水之后 明显能感觉到 身体素质好了一大减 这个人灵活度很差 除了刘龙 我能感觉到那种明显的差距 和猎魔小队其他成员 我不一定打不过 一念至此 李浩率先发动攻击 他围绕着陈坚 以极快的速度移动着 想要以此来寻找陈坚的破绽 然而在李浩眼中 陈坚的动作太慢 竟然全是破绽 就在陈坚看上去 有些受不了的时候 李浩抓住时机 来到他的身后 准备给与其致命一击 然而 事与愿违 只听啪的一声 陈坚一巴掌 扇在了李浩的脸上 李浩此时只有一种感觉 卧槽 这胖子竟然打中我 我居然输给了一个胖子 这让灵活的我 如何能接受 挖到宝了 刘龙等人怎么也没想到 李浩竟然精通古文字解析 这可是一向出类拔萃的技能 超能者出现之前 这世界是舞者为主导 碎炼肉体 磨炼技艺 以武术技巧屹立于世 舞者有级别之分 以能够应付敌手数量来划分 以一敌石 乃是初级舞者 称为 展石 猎魔小队 基本都在这个阶段 而网上 以一挡百称为破百 在网上 一人抵千军 则是斗千 李浩本以为自己习武三年 练习武琴术 又喝下了不少泡箭水 怎么着也能达到展石的水平 奈何却被陈坚一招击败 变成了那个被斩掉的衣 这种感觉 真是太苦逼了 看着坐在地上的李浩 陈坚憨憨一笑 我没想到他反应这么慢 也没想到他上来就好 老大你说过 实力不够 凌空跳跃就是找死 我也没想到 今天就遇到了 柳燕打了个圆场 好了 他刚入门修炼时间也不长 你知道 你这样一个大巴掌 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吗 流龙看着李浩 能回过神就行了 不过陈坚都没把你拍晕 初学者已经不错了 你也要记住 任何一位超能者 都远胜陈坚 要是连他的攻击都逼不开 更别想在超能者手下逃生了 说到这 流龙画风一转 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吗 想留下 就得证明自己 陈墨半场 李浩补充了一句 我跟着老师学过古文字 擅长古文字解析 听到古文字三个字 流龙几人皆是眼中充满了异样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随意招进猎魔小队的这家伙 竟然掌握了如此独特且优秀的技能 下一秒 流龙眼神炙热地拍了一下李浩的肩膀 你说什么 我们现在的社会 有很多技术 都是从古遗迹中发掘的 甚至传说超能崛起 也与这些遗迹有关 里面还有很多超能物品存在 从古遗迹里面流出的部分技术 就迅速地推动我们社会的发展 比如热武器 小街区 无线电话等等 而传说遗迹里面 还拥有可以千里之外通讯的技术 能够毁灭一整颗城市的热武器 以及能够日行千里的交通工具 流龙大声问道 你得到了你老师的几分真团 李浩抓了抓头发 我在古院跟着老师学习了两年 并未参与一些实践 老师擅长的东西太多 如今我只是钻研一些古文字解析 其他能力远不如老师 老师擅长的太多 比如陷阱破解 古物保存 风水定位 古文明人文等等 流龙难得笑了一下 已经很不错了 能被袁硕看上 就代表了你的天赋和本事 袁硕被太多人盯着 想要在古一季中 有所行动也不方便 而你就不一样了 下一刻 流龙指着李浩 那好 李浩 从今日起 你就是猎魔小队的情报分析员 以及诱饵 一听这话 李浩有些惊愕 诱饵也是门工作吗 吴超嘿嘿一笑 之前的诱饵是我 现在轮到你了 小朋友 流龙想了想 他看了一眼李浩 当然 你刚进来实力太弱 我让你当诱饵 并不是让你去送死 云瑶 柳燕 我们去一趟地下室 就在这时 流龙眼神一领 走 接下来给你介绍一点新东西 也是你最关心的 就这样 流龙在前 柳燕三人在后 四人迈步朝地下室走去 李浩此时有些好奇 新东西 话说那是什么呢 他看着云瑶等人 话说这次进来 我就能感觉到 他们身上有股能量 而云瑶的身上 给我的感觉 甚至比流龙更为强烈 这是超能吗 就在李浩愣神的功夫 柳燕伸手挡住了她的视线 别看了 这位可别惦记了 你难道不喜欢姐姐了吗 李浩连忙解释 刘队长 你误会我了 柳燕邪媚一笑 你还年轻 不知道姐姐的好 能有空了 我们好好聊聊人生 谈谈理想 就在李浩不知该如何回答的时候 流龙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好了 别和他开玩笑了 我们到地方了 只见前方是一道铁门 流龙提醒了李浩一句 来吧 今天的重头戏 来了超能入体和超能物品 说着 他用手按下了铁门打开的按钮 超能者的强大 实在超乎李浩的想象 这让他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 自己究竟该如何去走接下来的路程 随着铁门慢慢打开 流龙看了李浩一眼 里面的东西 都是兄弟们用命换来的 你是新人 本来是没有机会见识神秘能的 但因为你很快就要充当诱饵 要直面超能者 所以我们才带你过来 这是一个密闭的金属空间 甚至连通风口都没有留 李浩进入房间后 这才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神秘能 房间内有三个大大的玻璃罩 玻璃罩就存放着流龙他们掠夺来的神秘能 第一个光罩内是一道炙热的火焰 第二个光罩内看着像是白色的闪电 至于第三个光罩内则是一团黄色的气团 李浩不禁感叹一声 这就是神秘能吗 真漂亮啊 就在这时 云瑶突然说了一句 这还得感谢你的老师 神秘能正常是看不见的 我通过一些手段进行染色 就能让其现行 这可多亏了袁硕老师在多年前从古仪记中发现的冰金罩 并且成功开发出了阻止能量溢散的能力 当然 也正是因为冰金罩的发现 这才让许多人有了成为超能者的机会 巡业人这个组织也才逐渐发展壮大 听到云瑶的话 李浩不仅称赞了一句 袁老师真厉害啊 下一刻 李浩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那超能者都是这样引能入体出现的吗 既然是老师发明的装置 那老师为什么没有成为超能者 刘龙开口解释 超能者分为两种 一种先天 一种后天 先天自然觉醒 不用引能入体的 被称为天眷神师 后天觉醒 引能入体 开启自身神秘能的 被称为星光师 传说还有第三种 靠着外界超能物品携带的神秘能 直接改变根基 晋升超能 此言一出 李浩在心中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星空剑和石刀算不算超能物品呢 刘龙继续说道 你老师之所以不能成为超能者 是因为每个人身体都存在一把锁 这把超能锁把每个人的超能锁住 而武师越强大 这把锁也就意味着越稳固 从而需要的神秘能就更多 困难也就更大 李浩看着刘龙 所以 这也就是刘队长和老师 为什么没有晋升超能的原因吗 霍白武师和我们需要的能量 是不一样的 刘龙摇了摇头 我是单纯突破困难 可是你老师更复杂 单纯靠神秘能突破 不是难事 可是他有救伤 而且 有人也不希望他突破 好了 这些不能由我来说 李浩一脸渴望地看着刘龙 那我啥时候可以吸收神秘能 这是打算给我的吗 刘龙还没说话 柳燕笑骂了一句 想得美 出多少力得多少神秘能 这点我们对还是很公平的 等即杀了自焚案的凶手 到时候再给你分配 刘龙继续说道 在此之前 还是坚持武道 不断强大自己 你老师的武情术是好东西 凡说他当年 是从某个遗迹中带出来的 你也不要因为今天 被沉坚一巴掌拍飞 就一蹶不振 你听这话 李浩有些郁闷 你少提这事 我猜不会一蹶不振呢 在执法队的第一天 就这么过去了 李浩骑着共享单车 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一段时间过后 随着房间门的大门被打开 背豹眼前一亮 一个飞扑 就冲着李浩过去了 李浩一个侧身 使得黑豹的这一扑 直接落空了 看着有些不开心的李浩 背豹搞不懂自己的主人 到底是怎么了 李浩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上的电灯 之前我以为拿着枪 喝点泡箭水 就能和红尹抗争了 以为他们再怎么厉害 我也是能触摸到的 可是一个超能者 就需要整个猎魔小队出动 而我是那个被猎魔小队 轻而易举开飞的那个 我一个人 怎么能做到击杀超能者 给小远和爸妈报仇呢 就在李浩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 黑豹用爪子拍了拍他的身体 李浩有些无奈地看着黑豹 黑豹 不是说不准上床的吗 算了算了 今天没力气管你 你今天怎么不贪吃了 看着黑豹那关切的眼神 李浩轻笑一声 你这家伙是在安慰我吗 就这样 李浩一边揉着黑豹的狗头 一边再次陷入困惑之中 我到底该咋办呢 看到黑豹竟然在跟自己 修炼五情土那树 李浩惊呼一声 狗子你这是要成精的节奏 夜晚 沉睡中的李浩 被桌子上的手机铃声吵醒了 他拿起手机 揉了揉有些迷糊的眼睛 问了一句 喂 只听袁硕那急躁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臭小子 连我的电话也不敢接了 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事情了 这一声十分响亮 直接把李浩真的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连忙跟袁硕道歉 老师 对不起 抱歉抱歉 我不小心睡着了 袁硕怒哼一声 你可没这时候睡觉的习惯 而且还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怎么着 让老夫猜猜 刘龙是不是给了你一个下马威 你被打击到了 李浩苦笑一声 是有点 老师您说 好能出现的世界 学文还有前景吗 听到李浩的话 袁硕脸色一黑 他咆哮一声 小子 你醒醒啊 单纯的学文 自然是没有出路的 可单纯的暴力分子 更没有出路 人类社会 文载与武 还能发挥更大作用 没有听说过 哪个地方只有军队 没有政府能长久的 你受到刘龙的打击 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可是这世界 并不是只有武力这一张底牌 能够制约武力的方式 也有很多种 这十几年来 我就收了你一个弟子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看到你的眼睛 就知道 你小子和我是一路人 善良但不心慈手软 坚韧专注 重情重命 你小子能为好朋友的 死舍去光明的前途 留在记药室搜查一年 这他妈才是我袁硕的弟子 要是因为这点打击 就沮丧成这个样子 那就别说是我交出来的 由于过分生气 袁硕直接把面前的桌子拍断了 袁硕的这一番话 直接把李浩 从迷茫中惊醒了过来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明白了 谢谢老师的指导 我好多了 袁硕继续说道 来 臭小子 有些疑点 我再帮你梳理一下 离取中的这些宝物 往往外人无法使用 所以 张远和大多数受害者一样 也许对方 就是为了提取他们的血脉 灵魂 或者精神物质 从而达到 可以使用那些宝物的木 而这种超能手段 每焚烧一次 提取对方的血脉和灵魂 就会进入休眠期 而且很有可能发动这个能力 还有其他限制 比如阴雨天 第一起案件发生的时间 是15年前 也就是对方 至少存在15年左右了 也就说明 他们是超能中的老人 每次技能发动的休眠期 都在缩短 他们能力在增强 所以 综合上面的信息 第一 你们家的超能物品 可能与血脉有关 但是到你这带血脉薄弱 单纯低血 可能激活不了 需要你自己修炼 凝炼心血事实 能不能激活 限于他们行动 第二 既然你踏上了这条路 吸收神秘能 就是早晚的事 我之前只传了你五情术的打法 现在我传你五情普纳术 这是我从古仪址中发现的秘术 其吸收神秘能的效果 肯定比流龙之后 会给你的功法好很多 口诀你记住 引先天之气运转周天 引先天受足原始土纳之法 背身贴地 五心向天 掌心何息 就在李浩跟着口诀 学习五情普纳术的时候 他胸口的星空剑 忽然亮了起来 大量的绿色能量 涌入了李浩的体内 与此同时 见李浩那边 再次没有了声响 袁硕急忙问道 喂 偷小子 你怎么又不应望 不会边听边修炼吧 已经猜到李浩现状的袁硕 李浩有些无奈 还是太年轻 修炼起来没回应 说明进入了 吸收神秘能的状态 那你小子的宝物 此刻就在身边吧 甚至就一直在你身上 莫非是那个小御剑佩士 想到这里 袁硕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算了 就不打扰你吸收了 迎接我的五情普纳术 估计一会 就没让现在的你吸满 下一刻 袁硕朝门外喊道 寒门的 定来给老夫收拾一下 同一时间 李浩此刻难受极了 因为他吸收了过多的神秘能 身体胀不难受 为了防止自己被撑死 李浩急忙起身 练习起了五情术 这样可以让他体内的能量 快速吸收起来 与此同时 李浩身上溢散出来的神秘能 吸引了黑豹的注意 他摆出之前 李浩练习五情图纳术的姿势 那些溢散的神秘能 慢慢朝着黑豹里去 一段时间过后 稍微恢复一些的李浩 呼吁到了肚皮朝天 四肢向上的黑豹 这狗东西的呼吸节奏 竟然和自己差不多 难道这家伙在修炼 见到这一幕 李浩被震惊地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卧槽 这狗子居然学习能力这么强 莫非已经学会了 袁老师的五情图纳术 这简直太令人惊讶了 李浩所在的公寓 被多方势力监视着 除了刘龙和吴超外 还有之前在张家古宅 遇到的那两个人 那道血影 甚至直接出现在 李浩家的窗户外面 这太危险了 老师公寓的一个房间内 房顶的灯具左右摇晃 楼上传来的咚咚声 彻底把这把夫妻惊住了 女夫人揪着自己老公的耳朵 你看看人家李浩 再看看你 那男子反驳了一句 他根本就没女朋友 天天搞这么大动静 还每天把那只黑狗抱回家 我看他就是个变态 一听这话 女夫人叹息一声 哎 便宜狗都不便宜我 此话一出 旁边的男子瞬间郁闷极了 与此同时 李浩还在用五情戏 吸收着神秘能 只听喷的一声 李浩一找伸出 墙壁直接被他抓住了一个小洞 这威力已经比之前大上了许多 变客之后 李浩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练习五情戏的变数 已经数不清了 要知道他之前可是打一两套 就会疲惫的 李浩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次的神秘能 随着五情图纳法 居然可以不断修复 我锻炼的疲劳和损伤 身体确实强了不少 不过现在整体感觉 和陈间那种展示舞者 肯定还有差距的 但是绝对不会被一巴掌开飞了 就在这时 李浩注意到了 还在用五情图纳术 吸收神秘能的黑豹 他惊呼一声 卧槽 刚才体内太胀没管你 你这小狗子 居然把老师的五情图纳法 也偷学去了 黑豹听到声音 啪的一下 从四肢仰卧朝天的姿势 换成了战力的状态 下一秒 他一脸讨好的看着李浩 尾巴那是摇得溜溜转 李浩见状叮嘱道 你吸收神秘能 以后越来越通人性了 黑豹我知道你能听懂 以后除非我在你身边 否则不能使用这个 说着 他拍了拍黑豹的狗头 等回头空闲了 也去找老师一趟 看看他愿不愿意再收个 狗狐狸 片刻之后 李浩感觉自己体内 还有一些尚未吸收的神秘能 他决定再练几遍五情术 黑豹同样也在等着 李浩一散的能量 作为他的进食 就这样 李浩和黑豹继续开始修炼 夜晚 银城的街道空荡荡的 只有一些车辆和行人 在马路上奔走 李浩家对面的一栋大楼里 刘龙和吴超 正在观察着他的一举一栋 吴超轻笑一声 这家伙还知道要拉上窗帘 防范心还是有的 恐怕早就怀疑张远的案子 是凶杀案了 刘龙问了一句 我们还有多少神秘能 吴超想了想 十二方 十方有属性 两方无属性的 刘龙思索片刻 然后转头 看着吴超 明天拿出两方无属性的 给李浩吸收 他太弱了 刘龙的这个决定 让吴超有些惊讶 老大 你认真的 真打算一直培养下去吗 刘龙低下头 能活下来 一切都好说 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人了 下一秒 刘龙再次看了一眼 对面的窗户 你在这盯着 有事随时通知我 吴超回了一个好字 然后继续工作 同一时间 房间中的李浩 依旧在练习元术 坚持的时间 那是一次比一次长 汗液已经让地面湿滑了起来 就在李浩 还要继续练习的时候 一直趴扶的黑豹 忽然察觉到危险 然后对着窗户 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黑豹的狂吠 立刻吸引了李浩的注意力 他呵斥一声 安静 顺着黑豹提醒的方向 李浩转头向窗户看去 就在这时 一道血影 突然出现在窗户的外面 这一景象 可把李浩吓坏了 他在心中惊呼一声 血影又来了 有惊无险 装作看不见血影的李浩 再次成功脱身 同时还把那两个 控制血影的鬼面人 给欺骗了 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心理素质 是真的好啊 于是 李浩把衣服脱光 开始洗澡 而旁边的血影 则在十分慎人地 观察着这一幕 那场景诡异极了 与此同时 血影身后的红线 正在被楼顶的 两个鬼面人控制着 一个鬼面人问了一句 那小子在干嘛呢 控制血影的鬼面人表示 他没发现我们 正在洗澡 身材还挺好的 一听这话 之前问话的鬼面人 有些无语 你脸红个傻 你不对劲 等血影离开后 李浩和黑豹 坍躺在地上 终于走了 吓死这一人一狗了 李浩此时 有种劫后余生的放松感 窗外的凉风 刷刷刷地吹到屋内 李浩美好气地指着黑豹 真废物 每次都看见了 还怂得跟狗一样 黑豹狗眼中满事无故 我本来就是狗啊 你这么大都怕 我害怕不是应该的吗 争吵过后 一人一狗谁也不理谁 整个房间 开始安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 李浩拿起手机 拨通了刘龙的电话 喂 刘队长 等了一会 通讯器对面 传来了刘龙冷傲的声音 说 没有任何前奏 就这么一个字 李浩表示 我感觉有人在监视我 刘龙十分平淡地回了一个字 哦 李浩继续说道 我刚刚在屋内 突然感觉到一阵阴冷感 家里养了条流浪狗 也叫了一下 然后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刚刚查看了一下 还尿了 听到李浩说自己被吓尿了 黑暴那是满脸无语 你才尿了 你全家都尿了 刘龙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沉默半上 明天开始 我们会有人暗中跟着你 但是 你不要表露出什么 你的任务就一个 再次感受到这种感觉时 不用做其他 拉开窗帘就行 李浩嘀咕一声 我怕我 没机会拉开 刘龙好像也意识到了这点 他考虑一番后 说了一句 明天来巡检司 直接来找我 第二天 阳光明媚 陈达热情地跟李浩打着招呼 李浩 这边 这两天会来三个新人 刚好和你交接工作 所以 这几天 还是要辛苦你来几趟机要室了 李浩轻笑一声 没事 都在一个院子 巡检司也就在旁边 我们去看看新人吧 走到机要室众人面前 王杰倾壳一声 今天机要室分配来的三位新人 都是精英 能加入机要室 代表了他们的实力和能力 当注意到新人中的一个人时 李浩面色一变 因为这个 叫王明的年轻男子 和云瑶一样 他的周围有神秘能在流动 当注意到李浩在看自己时 王明先是一愣 然后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我叫王明 还请李浩师兄多多指教 第一次吸收遇见之外的神秘能 李浩此时只有一种感觉 好疼啊 即要是 李浩捧着一堆资料 来到王明身旁 这里是我这边负责的一些卷宗 有不懂的地方 你问我就行了 王明满脸笑容地接过资料 好了李哥 你是前辈以后 我就喊你李哥了 你喊我王明或者小明都行 李浩轻笑一声 客气了 那我先去巡检司 看着李浩离去的背影 王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的到来 很明显不是新人那么简单 执法对大楼 李浩黑羞黑羞地跑到刘龙面前 刘龙看了他一眼 你来晚了 李浩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即要是有几个新人 要交接一下工作 说到这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对了 老大 我们普通人可以发现星光师吗 对方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刘龙摇了摇头 平时不发动没啥差别 但是星光师一旦动用神秘 能会有能量波动 武师可以感受到 说着 他仍给李浩一个仪器 这是个超能探测器 一百米内 有超能存在 也会有感应 李浩眉头微皱 探查范围这么小 超能者靠近我们一百米 还动用了超能 我大概都死了吧 刘龙转过身背对着李浩 那没办法 跟我来库房 就这样 李浩和云瑶跟着刘龙朝库房走去 在路上 云瑶看了一眼李浩 看李浩的样子 回去后锻炼得不错 片刻之后 随着巨型铁门的打开 刘龙三人进入了 乘在神秘能的库房之中 李浩看着神秘能 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老大 这次来这里是 刘龙表示 你是新人 又需要自保 所以我力排众议 决定给你两方神秘能 这是两方无属性的神秘能 我待会教你吸收 等刘龙说完 云瑶说了一句拆台的话 我们众人也没傻意的 都是老大一个人决定 听到刘龙的话 李浩面色一变 这是要吸收神秘能吗 刘龙向李浩问出了一个问题 猜猜看 现在神秘能一方市场价多少 李浩善善一笑 这玩意还能买卖吗 是不是五十万 刘龙竖起一根手指 一百万一方 此言一出 李浩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一个月工资两千 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得需要打工 五百个月 也就是工作四十一年 这里有两方 也就是八十二年 这是能把我直接干退休了 这玩意咋这么贵呢 听到李浩的话 刘龙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神秘能 不但可以让人具备超能 还能让人活得更久 官方除了天卷神师 就是巡业人 剥夺超能又很困难 所以 黑市的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我这可是等于 直接送了你两百万 李浩握了握拳头 谢谢老大 我一定全力做好诱饵 下一秒 李浩指着冰金照 这个怎么吸收啊 刘龙递给他一本小册子 这是隐能入提法 不得外传 否则严惩 李浩接过小册子 看了看 果然很像武清土纳树 但是很多细节没有 翻阅完后 李浩抬起头 老大 我学会了 可以开始了吗 刘龙点点头 他看了一眼云瑶 云瑶会议随即说道 手放在冰金照上面 待会我会让赵子开一个缝隙 然后运转隐能入提法 随着冰金照开启 一条缝隙 一股神秘 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钻入了李浩的手心 他第一时间运转隐能入提法 下一刻 剧烈的疼痛感 冲击着李浩的身体 这股神秘 能和遇见的完全不一样 遇见的神秘能 李浩吸收起来 还是很舒服的 暖流流淌 虽然有些撑得慌 可的确很舒服 可这一次吸收 李浩却是难受 觉得神秘能一点不听话 在他手臂上疯狂窜动 甚至朝他体内各处流淌 冲击力极强 就像无数小刀 刮着他的经脉一样 李浩此时双眼睁大 面目争鸣 真是太坦娘的疼了 无数性神秘能的力量太狂暴了 一直在李浩的体内破坏并重生 这让他不得不全力练习 武情系辅助吸收 为了能帮助李浩变强 柳燕在流龙的体意下 决定陪李浩练练手 一场舞者的战斗 就此开始 吸收完那两方神秘能后 李浩的身体 晃晃悠悠地跪在了地上 他咬牙强忍着疼痛 不一样 剑的力量是温养修复身体 而且吸收不了 很快就会一散 而这无数性的神秘 能太狂暴了 在体内一直不散 还不断地形成破坏 流龙看着李浩 是不是现在体内 预计了不少神秘能很难受 李浩点头 是的 好仗好仗 流龙轻哼一声 那还愣着干啥 还不赶紧滚过去 练武消化他 片刻之后 李浩的拳头 重重地砸在拳带上 流龙的声音同时响起 神秘能最大的作用就是破坏 在破坏中重生 不停塑造你的身体 让你经受磨难 向死而生 为了能赶快吸收神秘能 李浩只能不停地练习武情系 无数的拳头 宛如雷霆暴雨般 轰在了拳带上 最终 由于破坏力过大 李浩一找将拳带穿透了 看着李浩的表现 流龙微微点头 还不错 为了夺取这些神秘能 我们可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李浩 你要是没有大的提升 那就死在下一次任务中 云瑶看着李浩 底子打得很好 寻常人受不了神秘能冲击 内脏碎裂禁骨 未移都可能 他只是出了一点血 血管破了点 问题不大 一听这话 李浩指着自己 这叫问题不大吗 再留多一点 我们这个漫画都要进了 就在这时 疼痛感再度袭来 浑身上下的血管纷纷鼓起 李浩只能再度 把怨气发泄在了拳带上 流龙有些诧异地看着李浩 还没有完吗 神秘能还在帮他修复身体 不断进化 不会直接到展时吧 刚刚下来的柳燕开口说道 打了快半小时了吧 武情术对身体打底的这么好吗 之前 咱们对普通人吸收半方 就要躺倒了 流龙回头看了柳燕一眼 他这么空练不行 你上去 给他练练手吧 一听这话 柳燕先是一阵 我吗 行吧 姐姐就是命苦 说着 他拿出一根皮筋 将披散的头发 捆成了丹马尾 下一秒 柳燕走到李浩身后 姐姐来陪你练手了 李浩这时候 也觉得自己 好像强大了一大劫 他大吼一声 柳对小心了 然后双手呈现胡爪模样 血管呈现 直接朝柳燕胸口掏去 就在李浩即将命中的时候 柳燕的身体突然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躲过了李浩的这一招 这一刻的柳燕笑叶如花 他身影摆动 还故意挺了挺胸 小李浩 有人看着呢 别瞎套 谁也没想到 李浩和柳燕的对战 结果竟是李浩 取得了最后的胜 这让众人不禁感叹 之前被沉坚一巴掌拍飞的小白 竟然都能和柳燕过几招了 这进步实在是太快了 训练室的战斗还在继续 李浩继续以老虎的招式 向柳燕发动攻击 柳燕的身体十分灵活 几乎就在李浩即将命中的时候 采用各种方式迅速躲过 见到自己的许多攻击皆为命中 李浩把心意横 决定转变招式 他双脚蹬地 凌空一跃 施展猿猴飞天 柳燕见状轻笑一声 让你不要离电 好了伤疤忘了疼吗 说着 他抬起大长腿 直冲李浩扫去 就在这时 蹬地而起的李浩 忽然凌空借力 他抓了一下天花板上的灯管 然后借力一跃 直接躲过了柳燕的这一招扫堂腿 就这样 李浩成功来到了柳燕的背后 柳燕这下子 即将处于劣势之中 云瑶轻贺一声 漂亮 二极月 这是事先计算好的 下一秒 李浩从柳燕的背后发动偷袭 柳燕不慌不忙地迅速做出反应 他用手掌撑住地面 然后一脚踢在了李浩的脸上 李浩惨叫一声 半跪在了地上 趁着柳燕还在沾沾自喜的时候 李浩迅速调整姿势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朝他踹去 这一脚踢得并不高 然而刚好踢到柳燕的屁股上 敏感部位被击中 柳燕急忙与李浩拉开距离 深感不妙的李浩 在看到柳燕那愤怒的翘脸时 他立即倒在地上 翻滚了起来 哎呀呀 柳姐你太厉害了 我的鼻子都被打断了 好疼啊 云瑶健壮急忙上前查看 鼻子没断 休息一会就好了 李浩累眼妈撒地看着云瑶 他眨了眨眼 我知道没断 这不是为了让柳队长 觉得我惨一点 好不计较屁股的事情吗 明白李浩意思的云瑶 有些惊恶 这小子真有一套 听到云瑶的诊断 本来还有些愧疚的柳燕 当即决定找李浩算账 你小子敢踹我屁股 就在这时 流龙发话了 你还委屈了 对付一个刚吸收神秘能的小子 你实战经验丰富他百倍 亲爹 懈怠 要是在实战中 都能要了你的命 柳燕有些愤恨地 停下了教训李浩的动作 他背对着众人 弱弱地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 老大 流龙看着躺在地上的李浩 这是他自己的错 你也别装了 你这小子很好 这两方神秘 能对你身体的改造和强化 已经让你有不输一般 展示的底子了 再好好训练一下 不会差太多 听到流龙的夸赞 李浩有些跃跃欲试起来 那是不是我再吸收一点 就能彻底展示了 流龙文言微微摇头 每一次吸收 都是彻底的破坏 普通人一个月吸收 一次就是极限 哪怕是我也要三五天休息 之后才能吸收 而且神秘能是白菜吗 你说吸收就吸收了 一听这话 李浩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好吧 我感觉体内还剩一样 我再去练练功 应该可以稳定突破展示 说着 他跟流龙等人挥了挥手 就去继续修炼 看着正在不断锻炼的李浩 流龙等人已经被彻底惊住了 还没吸收完吗 几天前 这小子还是被沉间一巴掌拍飞的小白 有点意思 师徒见面 袁硕当即给了李浩一个下马威 这让李浩深切地意识到 自己就是个小卡拉米 一句话总结就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迎城古院 李浩骑着自行车 行驶在校园的小路上 看着路过的女学生 李浩不禁感叹 学校里还是这么安静祥和 我还挺怀念 原来上学的日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骑行 一名中年男子 突然拦住了李浩的去路 古院重地 闲人免禁 按理说古院的人 应该认识自己 李浩可以肯定 这个中年男子 绝对是心爱的 他抬头看着中年男子 我是老师的学生 李浩 巡检司三级巡检 你是巡检司 还是古院保卫队的 中年男子冷冷看着李浩 原老暂时不接待客人 最近一段时间 原老都需要进修 李浩文言眉头一条 老师没有进修的习惯 你不要替老师做主 哪怕你们 是所谓的超能组织 看到李浩如此不识趣 中年男子脸色有些发黑 李浩见状大笑一声 我随便说说 那你等我打个通讯 我也不为难你 听到李浩说 要给原寿打电话 中年男子微微皱眉 稍等 我通报一声 见到中年男子认怂了 李浩心中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我还是喜欢你那桀骜不序 目空一切的样子 就这样 在李浩的注视下 中年男子前去通报了 片刻之后 鼻青脸肿的中年男子再次出现 他有些郁闷地看了李浩一眼 进去吧 李浩笑呵呵地到了声线 然后继续朝里面齐去 原家小院 袁硕此刻正在慢悠悠地打拳 李浩进来后 兴高采烈地打声招呼 老师 然而袁硕却是没有任何回应 就在李浩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袁硕总算说话了 自己找地方待着 李浩随即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同时看着老师打拳 袁硕的动作真的很慢 每一拳都好像蜗牛爬动 看得人想打瞌睡 而他却是乐此不疲 这套乌龟拳打了不少年了 就在李浩端起茶杯喝口水的时候 刚刚还慢吞吞的袁硕忽然从原地消失 在出现时 李浩眼前已经出现一只拳头 只听砰的一声 地上的桌子直接被砸得四分五裂 下一刻 面对袁硕的攻击 李浩施展音波攻击 虎啸山林 然而 这并没有对袁硕造成任何阻碍 他轻哼一声 一巴掌重重打在李浩的脑袋上 李浩甚至到最后 都没看到自己老师是怎么收拳的 袁硕有些不满的立声呵斥 鬼叫什么 虎啸山林被你叫得跟猫叫似的 虎豆树 你学了个屁 你学的是猫术 你小子这么久 武情术也没啥进步 不要跟着刘龙那个废物瞎恋 执法队一帮废物垃圾 搞得你现在三流武师都算不上 说到这 袁硕的语气近乎咆哮 让你不要退学 多和我搞一点古文字 起码能有一席之地 还能安排你当个助教之类的 可是你小子不听话 让老头子 我简直操碎了心 感受到袁硕的关心和斥责 李浩善善一笑 好久不见 老师你还是这么彪悍啊 星空剑泡的水 竟然对伤了根本的袁硕 有治愈效果 这让李浩开心极了 如果老师能恢复实力 晋升超能 自己和老师的安全 将获得大幅度提升 袁家小院 等服务人员送来一张新桌子 然后把四分五裂的 就桌子运走后 李浩给自己老师倒了杯茶 老师 您吸收过神秘能吗 您怎么跟刘队长不一样 靠近他的时候 我总觉得有点阴朗 袁硕接过茶杯 那是他垃圾 他废物 吸收的神秘能太多太杂 没完全消化掉 当然会外泄一些 给你制造出阴冷感 我又不是他那个垃圾 此话一出 李浩彻底无言 自己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狂啊 下一刻 李浩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老师 我想问的是 按老师您的地位 应该不缺神秘能吸收 既然您吸收过 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导致晋级超能吗 我之前听刘龙说过 武士暗伤也会影响 袁硕闻言猖狂一笑 暗伤 我没有 别总拿我和刘龙 那个废物别 听到袁硕的话 李浩只感觉心好累 老师虽好 就是嘴太硬 死活不承认自己有暗伤 这就很让人无奈了 李浩只好更直接一些了 老师 您到现在还无法禁忌超能 肯为星光师 总有原因的吧 袁硕此时有些郁闷 自己这个学生 想戳我伤口 这绝不可能 他抬头看着天空 只回了四个字 我太强了 李浩这下真的急了 他只好再次问道 老师 我这样问吧 您要是暗伤痊愈了 能否有机会晋级星光师呢 袁硕看了李浩一眼 知道你关心老头子 但是我不能晋升超能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 外在的 内在的 都有 其一 我当年是半步斗签 要晋升超能 需要非常多的神秘能 其二 我现在年岁已大 身体机能严重下滑 其三 当年老子脾气差 招惹了一些强敌 这些人中 有的已成为超能者 甚至是超能者组织的领袖 他们给寻业人施压 限制我晋升 李浩星说 现在您的脾气 也没见到好多少 说到第四点时 袁硕忽然笑了一声 其次 我不想也不能晋级 一听这话 李浩一脸猛逼 还忍不住问道 哎 不能 这是为什么呢 袁硕慢悠悠地说道 我其实尝试过几次 我也想晋级 一旦突破 那些敌人不过是猪狗 可惜 出了点问题 我失败了 从半步斗签 跌落成现在的半残 说到这 袁硕懒洋洋地笑了一下 不过也好 老子现在是古一记专家 多少双眼睛盯着 要是我成为超能者 也没这么多心思 研究古文字古一记 也不会受你这个图定 听到袁硕的话 李浩抓起茶壶起身就跑 老师 我弄到了点好东西 你试试看 为你有没有用 你等我一下 听到李浩说有好东西 袁硕差点笑了 好东西 你小的还能有傻宝贝 我没见过吗 老头子的伤 你没办法的 算了算了 你就倒过吧 老头子那是伤了根本 很难突破 片刻之后 李浩提着一壶薪水走了出来 他往水杯里 倒了一些淡绿色的液体 然后递给袁硕 老师 请饮下这杯水 看着杯中的液体 袁硕微微一正 他有些迟疑地看了一眼李浩 你下毒了 毒死我继承我的遗产 老头子写过遗嘱的 遗产都归寻业人 你拿了小心小命不保 听到袁硕的话 李浩虽然无语 但也不在意 自己老师有些时候 就是喜欢说胡话 下一刻 袁硕端起杯子 将其中的水一饮而尽 同时嘴里还嘟囔着 哼 也不知道孝敬点迈向好的 等喝完水后 袁硕把水杯放在桌子上 他看着李浩 好了好了 效果不错 老头子知道 你有孝心 就在这时 异样突然袭来 袁硕瞬间双眼睁大 因为他能感觉到 自己那有些残破的心脏此刻 正在被一股神秘能量治愈着 原有的伤痕 正在缓缓愈合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袁硕心中大害 他惊呼一声 这是什么 星空剑的能量 超乎袁硕的想象 如果能再吸收一些 把暗伤治愈 袁老魔的名号 将再次响彻整个音乐形成 袁家小院 在喝下星空剑泡的水之后 袁硕忍不住轻声声音一声 那感觉就像老猫叫春一样 李浩急忙问道 老师 有效果吗 袁硕摆了摆手 还行 不过这东西 你留着自己用吧 你的剑 不简单 只是这种神秘能应该很少 你别浪费了 李浩开口解释 老师 您放心 我这边还有很多 我家的一条狗前天喝了一杯 毛都亮了许多 我昨晚也吸收了 大概是一杯水十倍的亮 还是有点作用的 你听这话 袁硕有些迷糊 这是你随便泡泡的水 李浩点头 对啊 这一刻的袁硕 再也保持不住高人的形象了 他咳嗽了一声 声音有些压抑到低沉的地步 小浩啊 要不你给我吸一下试试看 剑老师同意了 李浩反而松了口气 他急忙取出了御剑 将御剑递给了袁硕 把御剑拿在手里 袁硕微微醋眉 没感觉到 有什么超凡气息啊 这是自我保护 还是沉眠状态 或者需要李浩来激发 李曲中的兵器 果然看来不一般 这和他之前 见过的一些超凡物品 有些不同 袁硕想了想 决定使用土纳术 看看能不能把神秘能吸出来 只见袁硕嘴巴张开 一股汹涌的暖流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他的口中飞去 随着暖流入体 袁硕只感觉舒服 到了骨子里 简直比年轻的时候 寻花问柳都要舒服 这一刻 袁硕有些神游天地 整个人都飘了 而这股强大的神秘能 正在被他的心脏疯狂吸收 袁硕之前留下的暗伤 开始逐渐愈合 片刻之后 袁硕以超然的大宗师心态 驱逐了心中对星空剑的贪欲 他脸上的表情 迅速恢复冷静 李浩再次问了一句 老师 您感觉怎么样 袁硕看着李浩 你的麻烦 比你想象的大 有告诉过其他人吗 李浩文言 有些心有戚戚 干嘛这语气 老师这是要打劫我吗 老师 镇定 镇定一点 我没告诉其他人 就我知道 哦 还有一条狗 袁硕文言松了一口气 不要再告诉任何人 你应该连我都不要说 看着手中的遇见 袁硕心中充满了希望 再吸收几次 伤为应该就能痊愈 甚至我能尝试突破一下抖签 不过在此之前 先清理一些杂碎 下一刻 袁硕的怒喝声 朝着一座大楼的楼顶而去 滚 老子传我学生武情秘书 谁敢靠近 让你们试试破百武师老了 是不是真的杀不了人 听到袁硕的警告 黄发男子看了一眼身旁的女子 我们奉命守护袁硕 你就别好奇心那么重 要去看他受益了 我们是来保护他的 而不是来招惹他的 女子很明显 没有把男子的话听进去 武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没事 再说 我这一能 他不一定能发现 不后 我们有义务 也有责任观察清楚任务状况 谁知道李浩是不是在谋害袁教授 只见女子额头睁开了一只眼睛 而袁硕那愤怒的表情 迅速映入了他的视野之中 袁硕吼一声 竟真敢亏我秘书 找死啊 就在这一刻 袁硕如同飞鸟 一步登天 直冲那女子而去 几乎就在一瞬间 袁硕已经来到了偷窥女子的面前 紧接着一声唬哭压面而来 小女娃 喜欢偷看是吗 我让你看得够 面对袁硕的压力 女子先是一正 随后大量的冷汗迅速渗出 再然后伴随着尖锐的惨叫声 女子的三只眼同时流血 一度陷入了失明的状态 论老谋深算 还得看袁老谋 打了人还不算 还得让人家奉献出全部的积蓄 给自己疗伤 这也太狡猾了 看到袁硕飞了过来 胡耗面色大变 他急忙开口解释 袁老 误会啊 只听砰的一声 随着袁硕的落地 楼顶溅起了大量碎块 下一秒 袁硕抓着红发女子的脖子 将她提了起来 小成大剑 念你出饭 饶你一命 滚吧 语落 袁硕随手一扔 红发女子静止被抛了出去 胡耗见状急忙用神秘 能在背上张开了一双翅膀 然后将半空中的女子接住了 袁硕的声音同时传来 我袁硕虽老 实力实不存一 但也不是你们这些小东西 可以侮辱的 超能崛起 五师没落 那我袁硕也不介意告诉你们 五师一怒 照样能血溅三尺 真的是误会 陈梦是第一次出外勤任务 他不知分寸 我们来的目的是保护袁老 刚好袁老遮蔽小院 陈梦担心袁老安危 这才睁开真实之眼 袁硕淡淡地说道 误会也好 存心窥探也罢 我五师的规矩在这 五亲密说 那是非我们人 不得窥视 这要是在三十年前 窥我传舞 必死 就在这时 只听扑的一声 一口鲜血从袁硕的嘴里喷出 袁硕捂着自己的胸口 轻壳一声 可惜了 就这样 伴随着咳嗽声 袁硕消失在了 胡浩二人的视野中 陈梦此时有些愤怒 他 差点杀了我 胡浩则是咬着牙 杀了你才好呢 我们接下来麻烦大了 袁硕东用了最后一口真气 要是就伤复发 无法参与本次遗迹开采 你的命和遗迹内的东西 怎么比 现在你活着 也只能被发配到最危险的区域 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死言一出 陈梦的脸色彻底变了 袁硕就伤复发 他这是要死了 胡浩有些头疼地 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袁硕心脏差点被冻穿 现在又动用 这破百五十的手段 以气血压制神秘能 如此动用 只会加速他心脏的破碎 陈梦此时也顾不得自己的伤势了 是我的错 我马上向上级申请 用我的全部积蓄 包括接下来的薪资 换取一份补贴单 帮他疗伤 胡浩苦笑一声 然后抱起陈梦 朝远处飞去 算了 还是先撤远一点吧 袁家小院 看着老师一拳一拐地走来 李浩急忙上前迎接 老师 你没事吧 袁硕大笑着伸了个懒腰 干嘛 没事 吓死我了 差点把那小女娃打死了 还好把她们唬住了 李浩文言有些梦了 老师 你是装的 袁硕笑呵呵地表示 刚刚吸收神秘能 我抱脾气来了 再加上刚好处于一个蜕变期 一下子就憋不住火气 下手有点太重了 毕竟也是巡夜人 这要是打死了 怪麻烦的 还好老夫机灵 就把体内的残血淤血吐了出去 现在他们肯定以为我命不久矣 那个女娃说不定还得掏空家底 想办法帮老头子疗伤呢 听到袁硕那老谋深算的话 李浩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老师 还是您厉害 下一刻 袁硕看着手中的玉剑 现在周围没人了 老头子再吸收一点这能量 应该就能恢复得差不多 甚至有突破的可能 一听这话 李浩不免也兴奋了起来 自己老师要是恢复甚至突破了 他也就不用这么提心吊胆的了 只见袁硕一边吸收着玉剑的神秘能 一边练起了武琴戏 随着暖流的流过 他的心脏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 那些暗伤自然也随之痊愈 只听一声爆喝传来 袁硕一拳轰出 对面的石柱竟直接被隔空震碎 这一刻 袁硕达到了内经外放 筋骨齐鸣 血肉重生的状态 见到这一幕 李浩心中一喜 老师 逗迁了 反正没人见过李家的剑 李戴陶将是最好的掩藏手段 袁家小院突破抖迁的袁硕 还在打着武琴戏 他脸上的皮肤开始出现裂痕 然后脱落 甚至他的白发和胡子 也已经变成了黑色 李浩此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随后在斗迁的压力下 跟着袁硕练了起来 只听啪的一声 随着李浩一拳轰出 他胳膊上的衣服瞬间炸裂 袁硕见状有些欣慰 这小子在我突破抖迁的七十下练拳 内经出声 筋骨齐鸣 这架势看上去要斩时了 下一刻 李浩一拳轰出 啪啪啪声不绝于耳 这是达到了筋骨齐鸣的境界 察觉到自己突破的李浩惊呼一声 老师 我突破斩时了 袁硕大笑几声 我们师徒一同晋级 老子突破抖迁 终于不用装孙子了 李浩四十发现了什么 他指着袁硕 老师 你的头发黑了 脸掉了 袁硕扯下脸上的皮肤 抖迁脱胎换骨 这是掉落的死皮 说着 他把死皮摆在李浩面前 等老子境界稳固了 我袁硕的名头 又将响彻银月行赏 李浩强忍着不是 然后问了一句 老师 窦千就不用怕异能者了吗 袁硕以手指天 整个银月行赏 能剩我的 也就三五人 要是我真的可以 突破成为超能者 银月行赏名面上 应该没有我的对手 说到这 袁硕叹了口气 不过窦千武师突破超能 需要的神秘能 也是天文数字 听到袁硕的话 李浩开心极了 那我也是有一个 顶级强的师父了 对付那些超能组织 是不是就轻而易举了 袁硕这一次 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 他用手指着一个方向 走 去屋里说 就这样 袁硕拉着李浩 走进了屋子 屋子内 袁硕开口说道 杀死小远的超能者 应该不会太强 否则杀人的条件 不会如此苛刻 麻烦的是 其背后的超能者组织 他们各种诡异的手段 哪怕老头子我突破抖千 也得提防 李浩文言若有所思 所以还是得先摸清 这些人背后的实力 袁硕点头 超能者等级 分为星光 月明和日耀 对应着武师的战时 破百和抖千 但是 除了抖千 其他等级的武师 都基本会被同等级的 超能者碾压 这也是武师衰落的原因 既然敌人在按我们在明 那你就引出他们 老头子我再四级出手 说着 袁硕把玉剑递给李浩 这玉剑你保管好 我暂时不需要了 你不要把它放在外面 太明显了 臭小子 你就这样的待在身边 很容易被猜出来 这就是你家的宝贝 你等等老头子 看着袁硕进了李屋 李浩盯上了手里的星空剑 这次老师突破抖千 成为顶级战力 总算是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那就让我看看 红莹你们到底有多厉害 片刻之后 袁硕拿着一个小剑走了出来 李浩有些惊愕 老师您的头发怎么又摆了 袁硕随手把小剑扔给李浩 染回来了 我再装几天病死鬼 闷棍打人最痛 知道吗 李浩接过小剑 问了一句 这是 袁硕开口说道 这是我之前在遗迹发现的一把古剑 刚好也被封印了 应该也是个小宝贝 以后你对外就说 这就是你们李家的剑 李浩文言恍然大悟 也对 没人见过我家的剑 那我说 啥是李家的剑 啥就是 袁硕轻笑一声 要给所有人一个共识 这剑就是你们祖传的 关键时刻保命的情况下 把这把剑扔给巡业人 让他们两派斗斗心 说到这 袁硕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让他们背锅 与此同时 胡浩和陈梦 突然感觉到一股寒意 陈梦说了一句 我咋感觉背后有人在算计我们呢 胡浩打了个喷嚏 大喝一声 谁胆子这么大 敢算计巡业人 王明想要密切接触李浩的行为 让陈那一度产生了一个天大的误会 难道这家伙喜欢的是男人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 天都快到下午了 屋子里 袁硕看着李浩 对了 你之前练的五情术更偏向养生 没有打法 现在传你打法来不及了 但是有个小手段 我现在教你 说到这 袁硕目光一凝 学起来不算太难 但是保命有用 不过就是有点阴 雨落 袁硕白起了架势 这招叫做妙手回春 也是我在古籍中找到的一种秘法 看好了 只见袁硕双手挥舞 好像胡乱挥舞一般 明明只有两只手 可就在下一刻 忽然冒出了第三只手 就在第三只手出现的瞬间 这只手一把朝李浩当不掏去 这种速度 根本反应不过来 袁硕中 其实也有猴子偷逃这一招 可是没这么迷惑人 一出手 对手也许就知道 专门针对下三路来的 可这妙手回春 居然呈现出了第三只手 李浩此时吓得脸都白了 老师 怎么会多出来一只手 袁硕轻笑一声 这个需要用气 让手产生和人眼相同频率的震动感 就能在别人视线中不断留下残影 达到欺骗视觉的效果 然后再出其不意 就这样 袁硕和李浩钻研了一阵 直到李浩大体上学会了 领悟了精髓 这才罢休 离开古院 李浩骑着自行车往巡检私走 城市的广播里 传来最近的天气情况 您好 现在是7月14日 天气晴 18号本市会迎来雨季 请各位居民准备好雨句 李浩在心中默默念叨了一句 还有三天 就在这时 一辆轿车从旁边驶过 李浩看了一眼 车上没有星光闪烁 监视我的人应该只是普通人 或者像老师一样 超能内收 不过这样层次的来监视我 可能性不大 既要是 看到李浩回来了 王明的眼神微微一亮 他走到李浩旁边 大笑一声 李哥回来了 刚好 为了感谢你这几天的交接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李浩随口问了一句 有哪些人呢 王明轻笑一声 今天先请你和娜姐 辛苦你们不少事情 其余同事 我明天再请吧 李浩点头表示同意 好呀 五点半 叮铃铃的声音传来 王明三人走出了机钥匙 陈那晃了晃手中的车钥匙 走吧 下班了 坐我的车去吧 李浩推过来自己的自行车 不行 自行车丢在这里 我晚上还得走回家 太麻烦了 陈那看了李浩一眼 那你骑车 小明你和我一起坐车吧 面对陈那的邀请 王明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 那个 我和李哥一起吧 我还有些问题想问李哥 王明走到李浩跟前 李哥不介意载着我吧 李浩十分无语地回了一句 这个 没问题 王明此时开心极了 刚好借着这个机会 多接触李浩 看看这李家 到底有什么神明的 看着王明坐在了 李浩自行车的后座上 陈那郁闷极了 我还以为小明是喜欢 我想要请我吃饭 怕我拒绝才带上李浩 难道 小明喜欢的是李浩 看着王明那幸福的模样 陈那越想越觉得 这个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捂着从鼻子喷出的鲜血 然后抱怨了一句 原来 我才是那个电灯炮 这个少年不一般 家中有饼传事件 两边忽悠的好处 看看谁能笑永远 前往饭店的路上 李浩对王明叮嘱了一句 你搂着腰就行 别掉下去了 王明四十发现了什么 李哥 你腰间是什么东西 好硬啊 都搁着我了 一听这话 李浩停下自行车 没好气地看着王明 给我好好说话 我们是热血少年们 尺度没这么大 下一刻 李浩给王明做出了解释 这是我家的一个小物件 你要是闲格着你了 就先拿出来 王明伸手把小剑掏了出来 当见到小剑的那一刻 他有些惊恶 这是超能物品 虽然被封印了 但还是能感觉到 这把小剑的部分 王明心中有了一个猜测 难道说 这就是李家的剑 可能是需要什么步骤 来解封这把剑 所以对方 才没有直接出手抢夺 一念至此 王明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这短剑真好看 李哥 卖吗 李浩摇头 这可是我的传家宝 虽然就是铁剑 可是对于我有特殊的意义 我是肯定不会卖的 王明不想放弃 我可以加钱 这小剑造型我特别喜欢 别的不说 要是十几二十万 我还是能拿出来的 李浩文言再次拒绝 小明啊 这不是钱的事情 我要是敢把这传家宝卖了 我爹能从土里 爬出来打死我 王明只好再次加大了筹码 四五十万也行 这是我的最后底线了 一听这话 李浩在心中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四十万 我们镇子一套房 才二十多万 这帮超能者 还真有钱啊 下一秒 李浩说出了一句 模棱两可的话 我再考虑一下 王明想要了解 更多关于李家健的信息 李哥 再多给我讲一点 你们家短见的来历呗 我是真挺喜欢这短见的 李浩慢悠悠地说道 这就说来话长了 以前有个大神开天辟地 王明忍不住打断道 李哥 能稍微近一点吗 这太久远了吧 李浩只好再次开口 那我给你说说 另外一个大神捏土造人的故事吧 王明抱怨了一句 这也很久远啊 李浩又开始胡扯了起来 那既要是有人请我吃饭 会吃什么呢 王明表示 这个太近了 片刻之后 李浩在王明的指引下 来到了大饭店的门口 看到里面灯壁辉煌的装饰 李浩有些震惊 王明 你家这么有钱吗 居然在这请吃饭 王明强忍着把李浩 吐槽成土包子的念头 然后推开了一个包间的大门 请李哥吗 肯定不能小气啊 李哥这边请 就在这时 李浩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你先进去 我打个电话 马上进来 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李浩拨通了刘龙的电话 喂 老大 我们办公室来了个叫王明的新人 我感觉到 他身上有神秘能流动 特别是 当他碰到我家那把祖传短剑的时候 说到这 李浩语气中充满了担忧 老大 我担心他是来杀我的 听到李浩的话 刘龙眉头微皱 保持镇定 能掉入机要室的超能者 应该是巡业人那边的人 不会对你动手 李浩继续说道 老大 他想买我的剑 我也就相对安全了 一听这话 刘龙顿时怒了 他咆哮一声 不许 卖个屁啊 全小队为了你这件事忙前忙后的 你以为把剑交出去 就能活命 那为什么八大家族到现在一个不胜 难道这个方法 他们就没想过吗 李浩叹了口气 主要我现在太弱了 把剑卖了 还能买点神秘呢 敢在雨天之前变强一些 自保吗 此言一出 刘龙沉默了 片刻之后 他再次开口 小队还有一些神秘能库存 在阴雨天到来之前 你要是觉得自己可以承受的话 我可以再给你两方属性神秘能 不过属性神秘 能比无属性的 吸收难度大多了 你要考虑清楚 李浩闻眼眼中露出一抹喜色 好的 老大 我不卖了 我也是担心 老大你们的安危 要是剑在巡业人手里 说不定更安全一些 就这样 挂断流龙的电话后 李浩哼着小调朝包厢走去 一把小小剑 两边围着转 借此的好处 闷声发大财 星空剑的神秘 能是孕养和治愈 那张家的石刀又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李浩今晚决定 好好研究一下他的特别之处 饭店包厢内 随着各种美食的上桌 陈那看了一眼王明 小明 你一个大城市的人 来我们迎城这种小地方做什么 说到这 陈那眨了眨眼 老实交代 是不是别有目的 王明文言微微一愣 难道我暴露了 李浩附和了一句 说吧 到底什么目的 这大饭店的菜味道就是好 那姐 你面前的螃蟹 帮我拿两只呗 谢谢 看到王明的表情 陈那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 小明 是为了巡检司每年的名额来的吧 巡检司每年都会选一些年轻人 去白月城参加选拔 如果成功了 就有可能成为传说一样的人物 李浩一边吃鸡腿 一边看着王明 传说一样的人物 之前听我老师也提到过 但我不怎么相信 直到那天 在老师那看到了一个在天上飞的人 小明 这样的人 在白月城 也是顶级的大人物吧 王明心中泛起一抹不屑 这个李浩还真是土包子 那个还没我厉害 真期待当你知道我真正是李浩的样子 哼 虽然内心吐槽不已 但王明表面上还是轻笑一声 是是是 被我们来说也是顶级的大人物 为非可真厉害 不过 你要是能发现对方的存在 也就说明他也许没那么厉害 王明一边加起一个虾肉 一边在心中补充了一句 真正厉害的 是我这种坐在你面前 你都发现不了的 想到此处 王明咔嚓咔嚓地 把虾肉吃进了嘴里 李浩对着外面招呼了一声 不说了 这饭真好吃 服务员加饭 看王明这反应 实力应该是比那飞天的强了 他还真是一点都藏不住 看他能力不错 脑子差了点火候 这几天消耗太大 我多吃点补一下 护议会的功夫 李浩面前已经堆起了高高的碗碟 桌子上的菜也被他吃得一干二净 酒足饭饱 李浩挺着大肚子和王明告别 那个我们先走了 等李浩和陈娜离开后 服务员把账单递给王明 您好 请结账 王明接过账单一看 他脸上的表情有镇定 变成了惊讶 好家伙 这个李浩居然吃了一万多 他是怎么做到的 王明此时有些尴尬 因为他没带够现金 想要回去取一下钱 奈何服务员把他当成了吃霸王餐的 这可真是惨兮兮啊 老公寓门口 一个黄发女子站在大门口 当他看到李浩时 开口问了一句 李浩 你最近老在楼上闹不晓的动静 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李浩挠了挠头 女朋友 没有呀 那是我在锻炼呢 黄发女子黑黑一笑 那你管管你家的黑狗吧 在楼上闹了一天了 估计把你家都拆了 我懂你年轻人火气旺 可千万不能做出 对狗狗不好的事情呀 李浩回了一句 没有没有 您误会了 我这就回去揍狗 雨落 他快速朝楼上跑去 就在这时 黄发女子突然说了一句 有啥需要帮助的 可以找你张姐 这几天 你可出差哦 一听这话 李浩上楼的速度更快了 他感觉打拳都没这么累 回到家 黑豹听到声响 然后向自己的主人扑去 李浩见状 没好气地把黑豹踢开 随后大喝一声 都是你 白天闹什么 楼下都差点误会我了 片刻之后 李浩找到了 从张家古宅寻得的石刀 他看着手中的石刀 默默说了一句 来吧 现在试试这石刀 有什么特别之处 谁能想到 石刀中的能量 居然和遇见中的能量 完全不同 这让吸入刀能的李浩和黑豹 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那酸爽感 简直难以想象 夜晚 老公寓内 李浩脱掉上衣 然后看着手中的石刀 小远 你家的刀 我先用了 用了给你报仇 你可别介意 雨洛 他微微一笑 一年了 等你的忌日到了 我载了红影给你积电 下一刻 武情土纳树迅速运转 一股特殊的能量 从石刀中涌出 然后向着李浩的身体涌入 这是一股强大 而又极具攻击性的能量 他在李浩的体内 疯狂窜动 这一刻 李浩的面色彻底变了 因为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痛了 石刀中的那股能量 好像化为一柄柄大刀 然后在李浩的体内疯狂肆虐 大量的血管被直接斩断 李浩痛呼一声 趴在了地上 感受到李浩身上溢出的黑色能量 黑豹狗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表情 这点能量就不行了 还得看本狗狗啊 然而 当黑豹把石刀的能量吸入体内后 他也不了李浩的后尘 就这样 李浩和黑豹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夜空 连对面大楼里的流龙等人都听到了 吴超忍不住说了一句 老大 李浩怎么和家里的狗叫得这么凄惨 不会是 刘燕紧接着说道 难怪他对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听到这些不着边际的议论 流龙大喝一声 闭嘴 与此同时 李浩此时已经恢复了一些体力 他的身体还在剧烈地颤抖着 这刀能比白天的神秘能疼无数倍 每一寸肌肉都像被刀刮砍一样 再吸下去 命就没了 现在需要剑能来修复自己的身体 说干就干 李浩对着预剑再次运转起了五情图纳树 随着治愈能量的不断输入 李浩身上的痛感渐渐减弱了下来 连躺在地上的黑豹也舒服了许多 感受到体内破碎血管的快速修复 李浩和黑豹舒舒服服地躺平了 这种感觉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爽 然而 这个爽字依旧传到了流龙等人的耳朵里 这叫他们如何能不怀疑呢 这李浩和自己家的狗子 到底在做些什么恐怖的事情 一段时间过后 李浩活动了一下胳膊 修复以后的筋骨比单纯吸收神秘能强壮了不少 两股力量在身体里面达到了平衡 还是赶快抓紧时间消化练武吧 下一秒 李浩练起了熊斗术 飞豹则是打起了疯狗拳 就这样 一人一狗开始消化这些刀能 房间内再次恢复了安静 片刻之后 随着李浩不断消化这些石刀的神秘能 他的实力也在不断地进步 就在这时 他感觉到了一条无形的锁链 正在束缚着他的胳膊 他的心脏 以及全身的各个重大器官 这种异样 让李浩意识到了之前袁硕所说的情况 他这是感觉到了 超能锁 李浩以身为耳 想要证明一下自己的猜测 结果红颖的强大 超出了他的想象 老是公寓 李浩一边撸着黑豹 一边看着地上的三个小剑 要是队长知道 一个人有三把超能物品 肯定能惊掉大牙 红颖目前 好像只有我和黑豹能看见 是不是因为贱能的关系 那这样 老是应该也可以看见红颖 得验证一下 而且我还能看见 队长他们身体周围的神秘能 到底是因为贱能 还是八大家族的血脉 天生就拥有这种能力 想了半天 李浩把黑豹放在地上 然后说了一句 跟我出去一趟 夜晚 寂静的街道上 一人一狗迈步前行 对面大楼里的刘龙 现状有些意外 这大晚上的 李浩出门做什么 他不知道 自己现在挺危险的吗 下一秒 刘龙迅速低喝一声跟上 然后带着猎魔小队其他几人 跟在了李浩的后面 与此同时 一棵大树的树影中 几个鬼面人 正在偷偷监视着李浩 上面给出的要求和命令 是阴雨天到来之前 李浩不能离开银城 为了避免李浩逃跑 几个鬼面人 决定跟上去看看 李浩此时有几个猜想要验证 第一 在没人的情况下 引出红影 看看普通人 或者吸收了神秘能的人 能不能看见红影 就在这时 飞豹突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一个红影忽然出现 挡在了李浩的面前 李浩拿出之前 袁硕给他的那柄小剑 他要给流龙和红影一个错觉 证明这把短剑 就是他李家的剑 结果也正如李浩所想 当短剑出现的那一刻 流龙和鬼面人 都是面色一惊 李家的剑出现了 李浩还有第三个目的 那就是测试一下 超能物品 能否对红影造成伤害 怀揣着这个想法 李浩挥动短剑 从红影的身上划过 然而 短剑竟从红影的身体穿过 依旧没有对红影造成伤害 这一景象 不免让李浩心中咯噔了一下 果然没用 为了不暴露自己能看到红影 李浩一边不停地挥舞着短剑 一边向四周大喊 别藏了 我发现 你们了 我已经加入执法队 老实是破白武士 你们动了我 得罪他们 值得吗 李浩的这一番色力内查的话语 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片刻之后 李浩只能大口地喘得粗气 下一秒 李浩收起短剑 他看了一眼红影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超能物品 对他也没有一点作用 我还把遇见握在手中 划过红影 同样没有反应 稍微休息了一下 李浩无视这个红影 向着一次喊道 老大 出来吧 没人跟着我 你在不在 雨落 刘龙的身影从黑暗中慢慢走去 他的表情有些凝重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存在 他竭尽全力地去看 却是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见到刘龙现身 鬼面人迅速把红影收了回去 李浩扫了一眼红影的方向 刘龙开口说道 刚才 你身边有东西 让我不舒服 可惜我不是窦千 这玩意 好像是一种精神能量的存在 窦千有神意 所以 窦千或许能依靠神意锁定对方 听到刘龙这样说 李浩叹了口气 看来刘龙他们 的确看不到红影 但似乎能依靠神秘能 大致感觉到红影的存在 刘龙继续说道 你是故意想要引出暗中的家伙 给我观察 你这狗倒是有意思 刚才也感觉到了 背抱十分聪明地嗡了一声 李浩挠了挠头 表示同意了刘龙的说法 就在这时 刘龙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李浩 你早点回去吧 别乱跑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火气大 可是排解的话 想想其他办法 也别对着狗 李浩还想解释一下 奈何刘龙的身影 已经从原地消失 画面一转 来到了银城古院的门口 这里人来人往 李梦好像看到什么 令他厌恶的人 然后抱怨了一句 他怎么又来了 旁边的胡浩 面色也有些难看 他说了一句 算了 别管了 随便吧 你们爱怎么传功 就怎么传功吧 看到李浩进入原家小院 李梦和胡浩立马回忆起 之前被揍的惨象 他们抱怨了一句 累了 毁灭吧 无怨给你们了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吸收两天神秘能的李浩 已经彻底打破了陈剑的认知 他的速度和力量 怎么增幅如此之大 原家小院 李浩和袁硕坐落两侧 袁硕看着桌子上的石刀 你要把石刀给我 现在来看 李曲中的李家的剑 张家的刀 都是真的了 那赵家的拳 刘家的腿 王家养了个大乌龟 洪家的锤 周家的枪 郑家的少爷拖后腿 都是有相对应的事物 如果迎成八大家 其余的这些物品 也都是真的 那么他们是不是 已经落入红影 那帮人手中了 思索了片刻 袁硕把石刀揣进了兜里 行 我知道了 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研究一下 李浩叮嘱了一句 那我就告辞了 还有这个石刀力量猛烈 老师吸收的时候 一定要一点点来 不能像御剑一样 袁硕十分敷衍地摆了摆手 好了 知道了 片刻之后 当李浩还没走出多远的距离 袁家小院里 就传出了袁硕的惨叫声 卧槽 这么疼 李浩苦笑一声 老师 都跟您说了 要注意点 你怎么就不听呢 肯定是一次吸收太多道能了 7月15日 距离英语天还剩两天 巡检寺内 许多的壮汉 正在脉底地训练着 李浩见状轻叹一声 这帮人还真是有活力啊 下一刻 李浩走进了训练室 他把外套挂在衣架上 然后对着沙袋打了起来 就在这时 陈坚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他打着哈欠 跟李浩打招呼 嗯 这么早啊 李浩看着陈坚 坚哥 我昨天吸收了两方神秘能 感觉进步不小 要不我们再过两招 陈坚揉了揉 还有些发困的眼睛 好呀 不过神秘能效果没那么明显 你随便打 我不会还击 免得你再受伤 这是李浩和陈坚的第二次交手 双方站立两侧 陈坚还有些犯困 李浩则是斗志满满 下一秒 李浩使用武情戏中的陆势 以极快的速度 在陈坚周围移动 陈坚有些惊讶 这小子比昨天快了不少 就在这时 李浩一脚朝陈坚蹬去 陈坚举拳格挡 就这样 双方的第一招打成平手 李浩以陈坚的胳膊为支撑点 然后跃至空中 对着陈坚来了的老熊垂地 然而这一招依旧被陈坚挡下 不过这一次 陈坚并没有像之前那么轻松 因为他胳膊上的护具 已经产生了裂纹 没想到李浩的力量 也有了如此增幅 紧接着 李浩抓住时机 施展恶虎扑时 双手成爪状 不停地朝陈坚攻击 只听咔嚓一声 陈坚胳膊上的护腕彻底碎了 陈坚此时有些难以置信 只是吸收神秘能两天的李浩 他的力量和速度 怎么增加了这么多 难道他已经达到展时了 百姓安居乐业的背后 是无数守护正义的战士们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这不容辜负 巡检私训练室 就在李浩和陈坚对战的时候 柳燕等人也到了 等到流龙到的时候 他有些好奇 一大早都围在这里看什么呢 当他看清楚李浩的实力时 流龙面色一惊 这李浩竟然展时了 就在这时 只听咔的一声 李浩一找抓碎了陈坚的护具 紧接着 李浩后退一仗 给陈坚来了个陆氏蹬腿 与此同时 陈坚身上亮起了金黄色的光芒 只听咔的一声 脚跟与肚皮相撞 陈坚竟然纹丝不动 李浩见状微微一正 我这一脚下去 钢管都得弯 为啥没有效果呢 就在这时 陈坚猛吸一口气 然后肚皮一胀 将李浩整个人都震飞了出去 李浩在空中翻了个跟斗 最后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流龙叫停了他们的对战 他指着李浩 好了 你们打不出来胜负的 虽然你进步了不少 不过目前 想要破尘间的防御 还是需要很久的时间 最起码短时间内 很难 看着气喘吁吁的李浩 流龙有些不解 身上一点神秘能波动都没有 和他老师袁硕一样 莫非是武情秘术导致的 下一秒 刘燕一把把李浩的头 埋进了自己的胸口 小浩浩 你吸收神秘能这么快 快教教姐姐 李浩一边挣扎 一边回了一句 刘姐 这是我老师的秘术 被问过他老人家 不然会被清理门户的 一听这话 刘燕松开了李浩 他轻哼一声 不传就不传嘛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流龙对于李浩的进步 那是相当满意 不错不错 我以为你吸收神秘 能进入展时 至少需要一个月 而你只用了一天 来吧 昨天答应你的 再给你两方属性神秘能 雨落 流龙转身朝库房走去 李浩紧随其后 就这样 猎魔小队的所有人 这一次都前往仓库 路上 流龙看了一眼李浩 后天就是阴雨天 能提升多少都看你了 在此之前 我得提醒你 这些年 我们一共收取了 120方的神秘能 这些神秘能 一共付出了 22条人命的代价 他们都是寻减四的精锐 四方神秘能 出了钱 快接近一条人命的代价了 李浩问了一句 老大 这样值得吗 流龙闻言先是一正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大笑过后 流龙一脸严肃地看着李浩 迎成之前的治安 可以说是夜不庇护 百姓安居乐业 可是超能觉醒这些年 礼崩越坏 人们的差距被拉得更大 你知道 这22条人命背后 守护了哪些吗 无畏超能魔道的暴乱被阻止 不然 人命就真的如草剑了 我们的牺牲 是换来百姓安居乐业的根本 一句话总结就是 我们 极是正义 看着流龙等人的背影 李浩有些愣神 原来正义一直是由他们 来背负的 片刻之后 随着仓库大门的打开 李浩这一次见到了 与以往不同的画面 只见这些神秘能的背后 站着那些为了守护银城 而牺牲的战士们 他们的形象 是那么的高大上 流龙看着这些神秘能 以及他们背后 所代表的战士们 然后对着李浩叮嘱了一句 全力地活下去 守护正义 不要辜负他们 属性神秘能的吸收 需要与自己相匹配的 神秘能才行 否则 轻则内脏破损 重则当场身亡 执法对仓库 流龙走到一个储存 这火焰状神秘能的 兵精罩前 这是火焰属性神秘能 1727年 银城大火灾 死亡128人 烧毁工厂房间无数 只因为某个超能 邪碎天卷神师 觉醒以后 想要报复之前 看不起他的人 六位兄弟因此死亡 超能邪火沾染一点 就会遍布全身 沉间胸口 只碰到了手指粗细的火焰 留下了这道伤疤 下一秒 流龙走到第二个兵精罩前 这里面是雷霆呢 当初的拥有者 是一位刚跨入月明层次的超能者 雷霆之力很强 那一次大量百姓被屠戮 三名弟兄惨死 最后被我和某燕联手击杀 第三个兵精罩里面 储备的是土系超能 他的拥有者 是我们遇到的 最难杀的一个家伙 这家伙能顿入地下 从地底突击 导致我们足足牺牲了12名兄弟 最后被我们用 上千公斤的炸药炸死了 听到流龙的讲述 李浩面色有些凝重 这些神秘能获取的代价 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超能和普通人的差距 老大他们所守护的正义 这简直难以想象 为了能让李浩 更加了解属性神秘能 流龙开口介绍 吸收之前 我再和你说一下 属性神秘能的吸收难度 比无属性的大很多呗 因为你需要对应的神秘 能轰击你的超能锁 属性匹配万事大吉 超能锁断 晋级超能 可是 若神秘能不匹配 神秘能轰击内脏 久死难生 这也是为什么 走这条路人少的原因 李浩问了一句 那怎么知道自己 和什么样的神秘能匹配呢 流龙微微摇头 不知道 只能一个个尝试 我吸收过火焰 所以 攻击能带有一点火焰 可是你不真正晋级超能的话 是很难发现自己 到底匹配哪一种能力的 说到这 流龙提醒了一句 也不要动歪脑筋 一次吸收 神秘能最好属性一样 否则两种神秘能冲击 就多就不回来 下一刻 流龙有些凝重地看向李浩 那么李浩 你选择哪一种呢 看着面前的火焰 雷霆和土系神秘能 李浩略显迟疑 到底该选择哪一种呢 火焰雷霆都不错 若是能具备一点点属性能力 那攻击力肯定更强 不过 土能也不错 不但能增强防御 厚重如山 还能遁地 这是一种极佳的保命方式 沉默半晌 李浩最终做出了决定 老大 我要土系神秘能 听到李浩的选择 流龙微微点头 不错 土属性最安全 下一刻 为了能让他更加专注地吸收 流龙把其他人都带走了 让李浩独自使用 袁硕教过的方法 吸收神秘能 临走前 柳燕给李浩打了个飞吻 加油 小浩浩 要是吸收适应得快 姐姐这里 还有两方神秘能配额 说到这 柳燕抛了个媚眼 今晚找姐姐谈心 聊得好的话 配额都给你哦 一听这话 李浩有些疑惑 这燕姐还有配额的话 怎么不自己吸收呢 云瑶给出了解释 超能不是吸收的越多越好 破百就更难晋级超能了 只听砰的一声 何金刚们被关上了 大大的仓库里 只剩下了李浩一个人 李浩走到土系神秘能前 然后把手放在了冰金罩上 武擎土那树迅速运转 土属性神秘能在李浩的眼中 是土黄色的能量 和一般的星光能不太一样 与之相伴的是 他胸前的星空剑也悄然亮起 星光能在玻璃土的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 顿时让李浩面露喜色 剧掉了大部分神秘能中的杂志 应该更安全了 这小剑还真是多才多艺 就这样 李浩把玻璃好的土系神秘 能引入了体内 只见大量的土系能量 在李浩体内流动 最开始没什么感觉 然而就在下一秒 李浩只感觉身体好胀 两道鼻血瞬间喷出 身体的各个部位 也有血液喷出 李浩大叫一声救命 然后摔在了地上 吸收两次 就能感觉到超能锁 李浩的表现 完全超出了流龙等人的预料 银成八大家的后翼 果然有过人之处 执法队仓库外 在听到李浩的求救声后 流龙等人急忙推门跑了进去 在看到李浩的惨状后 流龙催促云瑶赶紧救人 流龙此时心中大海 这李浩流了这么多血 不会出事了吧 云瑶却是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老大 不对 李浩没有受伤 是皮藏吸收了土系能量 再不断换血造血 李浩倒是对于自己的情况有些了解 经过剑能洗涤 土系能量完全没有副作用地被我吸收 这皮藏换血之后 感觉更强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所有的属性神秘能 我都可以随便吸收呢 一念至此 李浩拖着病体 向着冰晶罩爬去 他还要吸收更多的神秘能 听到云瑶的话 流龙有些惊恶 这小子进步太快了吧 吴超倒是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我怎么感觉 他又看上其他属性神秘能了呢 一段时间过后 李浩流出的血渐渐变少了 他有些郁闷 这几天流的血 感觉都可以去医院献几次了 属性神秘能可以强化内脏 脾脏造血功能感觉强了不少 看到李浩恢复了一些 云瑶把他扶了起来 同时问了一句 没事吧 感觉如何 李浩拍了拍自己的腹部 还行 就是有点虚 内脏强了不少 身体的那些锁链 也更紧了一些 死化一出 流龙 柳燕 陈坚和吴超 皆是倒吸了口凉气 他们好像听到了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下一刻 流龙给李浩竖起了大拇指 吸收两次 就能感觉到超能锁 难怪袁说要收你为徒 说到这 他叹了口气 不过最厉害的 还是那些天骏神师 他们天生 没有超能锁 我们暂时破败 也没有别人起点高 流龙看着李浩 在心中补充了一句 李家 八大家后裔 果然有过人之处 听到流龙的话 李浩则是有些不认同 我倒是觉得 武士一道更好 那两个月明超能者不一样 被我老是打飞 连屁都不敢放 而且 超能者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流龙扔给李浩一个毛巾 先把脸上的血擦一擦 超能发展才二十年 还在不断进步 这二十年变了太多 大量科技从遗迹中被发现 每天都有新技术更迭 超能人数也越来越多 星光 月明 月耀 据说月耀之后 超能还能提升 而武士的路 抖迁就断了 同时带来的还有新的秩序 超能者 武士和普通人的差距 在不断扩大 这些年 太多超能无视法律 肆意杀戮 多少百姓开始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而天兴王朝 对于这些事情听之认知 毫无作为 这是多么的可悲可叹 与监视者友好接触 并且邀请他们 给自己送锦旗 这是李浩要钓鱼的节奏啊 执法对仓库 在听到流龙讲述完 自从超能者出现的变化后 柳燕紧接着开口补充 所以 想要成为超脱繁俗的存在 就必须成为超能者 说到这 柳燕眼中闪过阵阵寒芒 一旦成为超能者 哪怕你有罪 巡业人也不一定会击拿 或者直接加入超能组织 法律就不再对你有约束的效应 下一秒 柳燕拍着自己的胸膛 破口大骂 我迟早有一天 要把这些人统统绳之以法 看到柳燕如此失态 李浩有些不解 流龙急忙制止了她 好了 李浩你好好修炼 距离阴雨天不远了 待会我和你好好说一下作战结果 大家都散了吧 等其他人离开后 流龙解释了柳燕失态的原因 柳燕她结过婚 她的丈夫 就是被一个超能者杀掉了 可惜对方加入了一个超能组织 巡业人也拿那个组织没办法 虽然她表面上大大咧咧的 可是作战起来比谁都不要命 只要能进入超能报仇 她可以付出一切 因为她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了 听完柳燕的往事 李浩心中有些难过 没想到柳队长还有如此凄惨的过往 看着柳燕等人离去的背影 流龙叹了一口气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 能活过这个阴雨天 我再讲给你听 傍晚 黄昏的太阳照射着整个银城 而李浩还在不停地修炼着 武情戏中的招式不断变换 训练势中的木桩都被打破了 李浩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自己一定要变强 变得更强 为了变强 不惜倾尽全力 夜晚 天上的月亮 好像被黑豹啃了一口 在一个角落里 几个控制红影的鬼面人正在会面 雨夜快到了 猎魔小队要是帮助李浩 那就全部杀光 目前距离雨夜还有一天 第二天 阳光明媚 李浩骑着自行车前往巡检厕 就在这时 一辆路过的轿车 跟了我三天 现在胆子越来越大 是看准明天就要动手了吗 算了 去基地训练去 就这样 李浩哼着小调 继续前往巡检厕 片刻之后 之前跟踪李浩的那辆轿车 出现了故障 停在了路边 墨镜男子正在打开车盖 用扳手进行维修 就在这时 李浩突然出现 把这两人吓了一跳 嗨 两位 需要帮忙吗 墨镜男子看着李浩 下意识地说了一个李字 紧接着他急忙改口 你是谁 李浩折指自己 有困难 找巡检 在下是巡检司三级巡检 李浩 我看二位车好像坏了 需要我帮忙吗 墨镜男子此时有些疑惑 这小子怎么自己冒出来了 在听到李浩的话后 他问了一句 巡检 你会修车 李浩摇了摇手指 那肯定的呀 我之前修过 不过希望帮两位修好以后 有个小要求 能不能送一面锦棋到队上 我最近需要点荣誉 来升二级巡检 听到李浩的要求 黄发女子呵呵一笑 锦棋 墨镜男子揽着黄发女子的肩膀 那就有劳力巡检 要是真的修好了 锦棋自然是必须的 趁着李浩不注意 墨镜男子看了黄发女子也 那意思是说 不要生长 李浩拿着扳手 露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容 放心 我有经验 这个应该是发动机过热了 我爸之前说过 电子物件坏了 拍一拍就好了 只听乒乓乓的声音不断传出 墨镜男子和黄发女子 在见识到李浩的修车技巧后 他们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 还能这么修车的吗 片刻之后 李浩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差不多了 你们上去重新点火 墨镜男子坐上轿车 然后打开了点火的按钮 结果轿车竟然真的能启动 这让他有些无语 还真让这小子给拍好了 李浩对着他们摆了摆手 那我就先走了 锦棋啥的不着急 二位今天之内送到巡检司就行 没送过来 我就打你们电话哦 看着李浩离开的背影 墨镜男子有些好笑 这小子命都快没了 还真是个天真的大男孩啊 黄发女子看了男子一眼 我们真的要去送锦棋吗 墨镜男子点头 当然要送 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巡检司 还能近距离观察李浩 为什么不去呢 有了决定 墨镜男子加快速度 找最近的打印店定制锦棋去 与此同时 李浩也在总结这次的收获 刚才特意接触了 这两人身上没有神秘能波动 气血充足 但是呼吸又不像老大那么绵长 他们都是武士 实力也不强 执法队大楼 李浩来到柳燕的办公室 柳队 待会有事吗 柳燕转头看了一眼李浩 然后把手中的资料放下 他明媚一笑 怎么 明天要打仗了 今天想约我出去约会吗 臭小子 开窍了吗 李浩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没有没有 只是想请柳队陪我钓一下鱼 一听这话 柳燕把头一歪 钓鱼 这是要做什么呢 小小心人真可怕 动起手来无情杀 短短不过两分半 一男一女回老家 银城执法队办公室 柳燕接到了前厅的电话 柳队 外面来了两个人 说是给李浩送锦旗的 柳燕文言先是一正 随后做出指示 你让他们在接待大厅等一下 挂断电话后 柳燕满是好奇地看着李浩 找你的 这是你说的鱼 这几天 他们一直在跟踪你吗 李浩微微点头 百分百确定 跟了我好几天了 待会我带他们去地下室 柳队帮我压压阵 听到李浩的话 柳燕站起身 他们什么实力啊 我和你一起吧 谁知李浩却是摆了摆手 不用 应该一个展时 一个没到 明天就要对决超能 我需要实战磨练 姐 你在远处看着就行 你在旁边我心里有点数 雨落 李浩转身离去 看着李浩的背影 柳燕眼中若有所思 这小子 片刻之后 接待室内 李浩热情地跟墨镜男子二人打招呼 没想到两位这么早就来了呀 这样 我带你们去地下室找老大 最好你们能当着老大的面 替我美言几句 这样升职加薪 把握更大 墨镜男子把景旗递给李浩 哪里哪里 要不是李勋俭 我们夫妻二人都要出车祸 李浩接过景旗 打开一看 这景旗做得真好啊 下一刻 李浩收起景旗 然后带头引路 周大哥 嫂子 我们往这边走 就这样 在李浩的带领下 墨镜男子二人进入了执法队的地下室 看着如此热情的李勋俭 墨镜男子嘴角泛起一抹嘲讽 这小孩真是天真 他今天就要死了 早知道多给他印几面锦旗 正好带到下面居用 来到空旷的地下室 只听砰的一声 大门突然被关上了 周鹤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向李浩问道 你们老大在哪呢 李浩轻笑一声 老大应该出去了 你稍等一下 就在这时 趁着周鹤愣神的功夫 李浩突然发动偷袭 只听砰的一声脆响 他的膝盖顶到了周鹤的脊椎上 周鹤惨叫一声 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 黄发女子健壮脸色大变 他二话不说 从腿部深处拔出一把匕首 然后一脸警惕地盯着李浩 李浩大喝一声 你们不要我活 那就让你们先死吧 说着 他同时施掌虎扑和虎啸 朝着黄发女子抓去 黄发女子此时 只感觉全身都动不了了 李浩身形一动 黄发女子手中的匕首 竟直接被震到了空中 李浩右手瞬间抓住匕首 然后将黄发女子的右臂 齐根斩断 紧接着 他朝着黄发女子的胸口一拍 那女子惨叫一声 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看到黄发女子受窗 周鹤强忍着疼痛站了起来 他要反抗 要不然 真就要挂在这里了 见到这一幕 猎魔小队的成员们 全都倒吸了口凉气 刘龙看了沉间一眼 这小子出手好狠啊 还是两天前被你拍飞的李浩吗 生死格斗和切磋不一样 完全不拖泥带水 说到这 刘龙惊叹一声 此刻的李浩 真的像武情术里面的猛兽 同一时间 地下室的李浩 正在施展人数 他的身影在不断移动 几乎就在一瞬间 便冲到了周鹤的面前 见到李浩迅速攀爬而来 周鹤心中大害 他想用自己知道的情报 来挽救性命 奈何李浩 却是根本不听他废话 一笔手将他杀了 就这样 在满是不甘的心情下 周鹤慢慢闭上了双眼 这一闭就是永远 阴雨天就在明日 杀害张远的凶手即将现身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猎魔小队无所畏惧 因为正义必胜 银城郊外 李浩和柳燕站在一片墓地前 李浩沉默不语 柳燕则在接听着一个电话 他们面前是两个墓碑 一个是李浩的父母 另一个是他的发小张远 片刻之后 柳燕挂断了电话 那两个人身份查清楚了 阳广城的武师 男的叫周鹤 女的叫袁晓 他们隶属于一个 和超能者有关的外围组织 叫做鬼面 周鹤被你斩头 当场死去 袁晓右手断裂 胸部骨折 骨头刺入心脏 现在也断气了 说到这 柳燕看着李浩 你真的是第一次实战 你可是杀了人 没后怕吗 李浩轻笑一声 为什么要后怕 柳燕递给李浩一瓶白酒 小浩浩 你就一点没想 李浩给自己父母和张远 倒了杯酒 想了 我又不是真的没心没肺 我回去的时候就在想 他身上有没有傻武功秘籍 有没有神秘能 你说 要是武师死了 能不能和超能者一样 也抽出神秘能 或者抽出内劲呢 死言一出 柳燕忍不住骂了两个字 冷血 李浩把酒倒在地上 然后说了一句 爸妈 小远 我来看你们了 那些人好像来头很大 也不知道明天过后 我还能不能过来看你们 可是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看着李浩如此落寞 柳燕拍了拍他的肩膀 李浩 现在 你有我们 明日无论刀山还是火海 大家一起过 听到柳燕的话 李浩心中再也忍不住了 眼眶中的泪水 止不住地从脸上滑落 这一刻 整个天空都是雾蒙蒙的 空气中充满了忧伤的情绪 夜晚 执法队会议室 刘龙开始做出安排 晨间 清点装备 云瑶 你准备好应急的物资 说到这 刘龙看向了李浩 李浩 明日就要 和那个组织正式碰面了 通过这两人的身份来看 他们派来钉烧的 都是展示的武师 这麻烦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 李浩 不想大家以身犯险 随即说道 这是我一人之事 要是老大觉得危险 让整个执法队都参与进去 不值得 一听这话 刘龙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他用手拍在桌子上 李浩 我们和超能作战 死伤无数 这么多年都扛过来 你体内还留着我们执法队 多少人用命换来的神秘呢 你以为 我们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你再提这话 老子当场把你割杀 李浩也没想到 刘龙的反应会这么大 他扫过场中众人的脸颊 一道道失望的目光 此刻正在注视着他 下一刻 李浩急忙做出了道歉 这个我想给你们保管 说着 他把之前袁硕给他的骨剑拿了出来 骨剑一出现 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李浩继续说道 他们应该都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 留在我这里不安全 在老大你这边 我比较放心 刘龙有些犹豫地拿起了骨剑 同时做出保证 放心 我活着 人在剑宰 下一秒 刘龙轻叹一声 要是这次任务 我们都死了 你还活着 猎魔小队的一切都归属于你 听到刘龙这有些丧气的话 李浩急忙加油鼓劲 老大 瞎说什么呢 咱们能赢 正义必胜 就在这时 刘龙掏出了一本名为九段镜的秘笈 然后递给李浩 自己拿回去看看 也许有用 柳燕补充了一句 这可是老大的九段镜 一种极其爆炸的功法 当年老大的父亲 可是闻名银月的银枪 和你老实并称为 银月三十六雄的存在 听到这秘笈如此贵重 李浩想要推辞一下 然而刘龙却是大手一挥 这些都是身外物 比起性命来说 不值一提 下一刻 刘龙沉声道 主委 明日傍晚有雨 有可能是我们猎魔小队 遇见过最强悍的敌人 这也代表 我们可以击杀更多的超能邪罪 壮大我们自己 此一战 我们当尽全力 然后再与各位把酒烟欢 正义必胜 听到刘龙的宣言 猎魔小队的众人 宛如打了鸡血一般 他们齐声高呼 正义必胜 李浩捏了捏手中的九段镜 他也跟着喊道 正义必胜 这可能是史上最聪明的狗子 黑豹竟然能学会九段镜 搞得李浩一度怀疑 自己家的狗 是不是比自己更像主角 夜晚 袁家小院 正在研究石刀的袁硕 接到了李浩的电话 他问了一句 臭小子有啥事 李浩开口说道 老师 九段镜 您听说过吗 队长给了我这本功法 怎么样 袁硕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称赞一句 好东西 银枪的看家本领 我之前拿五清新书跟他换 他都不乐意 没想到他儿子居然把这本书给你了 说到这 袁硕轻叹一声 当初银枪身体不好 双臂被反射废了 要是给老子 九叠出拳 一拳一个日要没问题 你小子身体好 那小剑又能修复 这个阶段 应该是最适合你修炼的功法了 到了最后 袁硕叮嘱了一句 行了 好好练 我继续琢磨你这石刀了 臭小子 你运气真好 挂断电话后 李浩翻开了九段镜的秘籍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李浩此刻对流龙充满了感谢 九次叠加内劲 队长连呼吸法都给我了 下一秒 李浩站起身 准备尝试一下 只听砰的一声 随着李浩一拳轰出 一叠如期达成了 李浩见状黑黑一笑 然后尝试二叠 就这样 直到达到三叠后 李浩这才停下了修炼 展示的极限 好像就是三叠 与此同时 黑豹也在盯着李浩修炼 李浩见状 生出了一个念头 臭苦 又偷穴 你现在身体强成这样 正好拿你来试试 只见四肢手掌扑面 朝黑豹袭来 黑豹惨叫一声 整个狗身 直接呼在了墙上 紧接着 只听蹲的一声 黑豹屁股着地 摔在了地板上 看着黑豹那委屈的模样 李浩歉意一笑 好了好了 只是单纯地推一下 你吸收我那么多件呢 身体比一般的展示物者都结实 就在这时 黑豹似是想到了什么 他伸出狗爪 然后用力一抓 空气中竟然留下了阵阵残硬 李浩见状惊呼一声 三叠 卧槽 你才是这个漫画的主角吧 黑豹得意地 汪汪叫了两声 那意思是说 本狗狗厉害吧 李浩看着黑豹 可以 你强大 我明日也多一份保障 黑豹 我知道你能听懂人话 而且 目前就我们能看见红眼 明天我想请你帮个忙 黑豹满是疑惑地看着李浩 似是在等他的下午 李浩一脸严肃地看着黑豹 明天你和我一起 要面对一些事情 我看了许多 够几个月吃的了 你从窗户爬进来就行 明天你能在红眼出现的地方 对着叫几声吗 不要你出站 一听这话 黑豹狂飞不止 咋会死呢 你死了 我蹭谁的 李浩摸了摸黑豹的狗头 生死有命 你要是能答应帮我 度过这关 狗粮给你升级 答应了就叫两声 黑豹汪汪叫了两声 我要保护我的饭票 片刻之后 李浩穿上外套 今晚睡不着了 和我去巡检司见见队长吧 顺便再请教一下 他关于九端禁的技巧 当然 也和他说说你的用处 雨落 李浩带着黑豹准备出门 临别前 李浩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房间 也不知道还有机会回来了 下一秒 只听砰的一声 李浩关上房门 走了出去 夜晚 类似月亮的球体 悬挂在天上 李浩带着黑豹 走出了自己家小区的大门 与此同时 楼下的夫妇注意到了李浩 男子深吸了一口烟 这小子又和那只狗 在楼上搞得叮铃匡郎 旁边的夫人轻叹一声 试风日下 雨夜前夕 所有人都以整装待发 这可能是猎魔小队 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场生死大战即将上演 夜晚 巡检司 流龙和黑豹正在人狗对视 片刻之后 流龙指着黑豹 你确定 这狗可以看到那精神层次的存在 李浩点头 是的 老大你带着黑豹 可以轻松一点 那个东西 也不会在意一条狗 而且黑豹很机灵 你看 说着他把黑豹抱了起来 下一刻 李浩给黑豹下达了座的命令 黑豹很聪明地坐在了地上 紧接着 李浩让黑豹打拳 黑豹的疯狗拳 那是打得虎虎生风 到了最后 李浩竟然让黑豹考试 那本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的蓝皮书 搞得黑豹头皮发麻 见到这一幕 流龙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揉了揉有些发胀的眉梢 好了可以了 知道他聪明 今晚你别回家 明早我们去郊外 敌岸我明 我们引蛇出洞 李浩四世想到了什么 王明约我去爬天王山 老大你说过 王明是巡夜人一方的事吧 我们是否可以借助巡夜人的力量呢 流龙微微摇头 不去天王山 那边不适合我们动手 不过我们选择的地点 就在天王山下面 当然 你要是觉得巡夜人可以解决 你也可以跟着去 听到流龙的话 李浩挠了挠头 老大说了算 只是我觉得 双方联手 是不是更好一点 流龙握了握拳头 那你错了 联手未必更强 有些超能者更多是无差别攻击 尤其是攻击型的超能者 一个雷霆下去 除了自己都是敌人 我们一起行动 也可能影响对方 李浩问了一句 那我们的敌人呢 对方若是超能者也多呢 会不会彼此影响 流龙看着李浩 存在这样的可能 所以对方很大可能会分兵 分开了 影响就不算大 放心吧 明天若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会让柳燕保护你 雨落 流龙对着李浩摆了摆手 你找个空房间休息吧 养精蓄锐 我交给你这狗一些简单的指令 到时候好配合 执法队队长办公室 流龙和黑豹四目相对 流龙吸了一口气 黑豹也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 流龙呼出一口气 黑豹同样呼出一口气 流龙此时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他提起黑豹的狗脖子 久断近的呼吸法 你他娘的咋会了 流龙此刻眼神异样的不行 他一直盯着黑豹看 好半天 忽然叹息一声 人不如狗啊 我好歹学了几天才会 你撑死了 昨晚看李浩修炼学了一下 你也会 下一秒 流龙松开了黑豹的脖子 黑豹巴唧一声 坐在了地上 流龙目光严肃地盯着黑豹 你不会偷学了我家的九段镜吧 打一下试试 黑豹伸出狗爪 在空中留下了三道残影 见到这一幕 流龙倒吸了口凉气 超能呈现 连狗都成精了 神话复苏 超能浮现 在白月城 据说也有动物成精了 而在中部区域 甚至有消息传来 有成精的动物 吞到超越日耀层次的顶级强者 没想到小小的银城 也有你这条狗成精了 说到这 他自嘲一笑 连狗都能成精 而我却是不能成为超能 真够讽刺的 罢了罢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老子再教你一点 以后真成精了 来个一找九爹 干死那些王八蛋 就这样 黑豹跟着流龙 练起了九段镜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7月17号渐渐结束 天黑了 乌云密布 整个银城凉风洗过 陈剑已经准备好了装备 云瑶也已经把药品备足了 柳燕拿着自己和丈夫的合照 往昔的记忆不断在脑中浮现 吴超则是拿着匕首 静等雨夜的到来 一段时间过后 滴答滴答的雨水 落在了原家小院中 袁硕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 还在把玩着手中的石刀 渐渐的 雨势越来越大 天上电闪雷鸣 狂风阵阵 李浩迎着雨水 眼中满是凝重 雨夜到了 危险也即将降临 与此同时 黑暗中一道道血影浮现 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收割 八脉汇聚 即将圆满 超能出动 银城风烟四起 局势一瞬间变得嘈杂了起来 夜晚 银城下起了大雨 只听轰隆一声 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 整个城市瞬间喧闹了起来 同一时间 刘龙接到了上面的电话 刘龙 马上回寻简斯 银城出大事了 发生了爆炸案 你耳朵聋了听不见吗 有人伤亡 你和柳燕都不在执法队 银城西郊 又发生了一起纵火案 火油库有人纵火 马上给我带队去现场 记住你的职责 今晚我做阵巡检司 那个李浩若是非保不可 就送来司长室 刘龙看了一眼 发生火灾的地方 我会处理好的 司长 挂断电话后 刘龙来到众人面前 超能进城了 他们这次没有再藏着掖着 而是四处纵火 就是想要调开我们 你们保护好李浩 我处理一下这些事情 马上回来 雨落他便带着黑豹离开了 看着银城发生爆炸和火灾的地方 李浩把牙齿咬的嘎吱作响 这帮人是拿全城人的命逼你们离开 该杀 与此同时 原家小院胡浩和李梦 来到袁硕的面前 他们身形异理 袁老 我们已经上报巡业人总部 很快会有人来园 现在城内四处起火 超能作祟 还请袁老不要出去 此处安全一些 袁硕拿着一把大刀 冷喝一声 超能归超能 凡俗归凡俗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有王法的 这个组织太过猖狂 巡业人知道是哪个组织吗 胡浩摇头 能够如此肆无忌惮 只能是三大组织 红月 飞天 和阎罗 三大组织的名字一出 袁硕眉头紧皱 如果真是他们 那自己学生的麻烦 可就真的比想象的还要大 袁硕没有动弹 他再等 一旦出手 就要有重大成果 否则 打蛇不死 以后就更难对付了 巡检司内 服务人员们 此时已经忙得炸开了锅 北郊火灾需要支援 不少人被困 南城起火 需要执法队援助 东城有几处仓库 也报尸火 看着忙碌的众人 刘龙轻叹一声 人手不够呀 下一刻 刘龙四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高喊一声 全体人员 先跟我去北郊 只听乌拉乌拉的声音不断响起 大量巡检司的车辆 朝着某个方向驶去 在路上 一个巡检有些疑惑 老大这不是往北郊走呀 旁边的光头吐了个泡泡 老大做事 跟着就行 与此同时 刘龙拨通了李浩的电话 李浩 你们现在出城 只有你们出城 城内才能安静 我派人保护你们 吩咐完后 刘龙脸上充满了煞气 狗日的想迎我去北郊 迎城还是老子的地盘 老子已经快锁定他们了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巡检司的车辆门 纷纷出现了问题 车子打不开火了 刘龙气得一脚 把车踢得颤动不已 他咆哮一声 破车 关键时刻就熄火 明天给我砸了 既然车子不能用了 刘龙只能带着众人跑步前进 雨还在不停地吓着 刘龙他们 很快来到了一片建筑前 黑豹似是闻到了什么 他朝着一个方向急速跑去 此刻的黑豹宛如一条流浪狗 任凭雨水的冲刷 他的身影 在许多建筑前不断跑过 最终停在了一个教堂的前面 再次确认了下 黑豹对着教堂里 发出呜呜的叫声 与此同时 刘龙带着巡检司的众人也赶到了 他咧嘴一笑 终于找到 你们这帮砸碎了 超能鬼面人真的强 各种机枪设备 竟然没把他们轰死 这简直是超人类的存在了 银城 在距离巡检司不到3000米的 一座大教堂里 许多鬼面人正在此地聚集 一个鬼面人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动手 刘龙被调离 分身乏术 元朔出不来 这可是最好的时机 最前方的鬼面人 嘴巴微张 再等等 等雨夜生雷 与此同时 教堂外的一个隐蔽处 刘龙看了教堂的位置一眼 不错的地方 偏僻还处于郊外 难怪这帮人藏匿于此 下一刻 刘龙转头看向身后的巡检们 一个平头青年问道 队长 怎么停下来了 刘龙扫了众人眼 先前车抛锚 是有内鬼吧 执法对我管理不严 已经有很多人摸了进来 此刻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要再敢轻举妄动 格杀勿论 你们就在此地待灭 之前说话的平头看着刘龙 队长 今日的事情不简单 兄弟们看得出来 咱们兄弟中可能有人被收买了 但是 我们一直在这等 恐怕也不是事 队长若是信得过 这样 我和二队长 三队长互相监督 带队前往案发地 刘龙提醒了一句 案发地有暴徒 也许你们会有危险 有人低笑一声 咱们可是巡检 怕个屁的暴徒 干他娘个人养马翻 听到这些话 刘龙不再多说 执法队终究没有被彻底俯拾掉 下一刻 刘龙带着众人朝大教堂走去 片刻之后 各种机枪武器已经架好 狙击手也隐藏到了适当的位置 就在教堂里的鬼面人 还在疑惑 为什么狗叫停了的时候 大量的子弹击碎玻璃 朝着鬼面人们射去 执法队一边火力压制 一边大声警告 执法队执法 束手就擒 抗法必杀 除了子弹外 还有一枚枚手雷 连小型炮弹都有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教堂化为了一片废墟 就在众人以为这些鬼面人 已经被一网打尽的时候 刘龙给大家做出提醒 全体都有 后退 只见一只只血手从废墟中伸出 好几位鬼面人竟然没有死 他们从残渊断壁中爬了出来 回首的鬼面人咆哮一声 刘龙 你该死 说着 他们指挥身后的血影 朝刘龙杀去 刘龙拿出一把斧子 大喝一声 你爷爷在此 今日就看老子杀光 你们这些超能邪碎 雨落 刘龙飞身跃起 施展七叠镜 朝着血影们劈去 这一刻 超能组织和执法队的战斗 正式打响 追杀李浩的势力 可谓是庞大无比 他们不仅有阅名层次的超能者 还有擅长鼓舞的破白武师 这时是要把李浩斩杀殆尽的节奏 破碎教堂外 刘龙使用斧子 施展七叠镜 朝着血影劈去 只听咔嚓一声 血影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就在这时 三个血影在鬼面人的引导下 朝着刘龙的体内钻去 刘龙先是一阵 随后剧烈的疼痛感 涌上了心头 见到这一幕 黑豹狗眼中满是焦虑 因为他看到三个血影 此刻正往刘龙体内钻 淡淡的火光正在焚烧着刘龙 刘龙只感觉身体好烫 有一种置身火焰中的感觉 对面的鬼面人抓住尸击 大喝一声 刘龙 你在找死 今日无等只针对李浩 你插手杀人 银城区区弹丸之地 真当无等不敢屠城吗 说着 他举起双手 飞身跃起 朝着刘龙抓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颗颗子弹 朝鬼面人射来 鬼面人转头一看 原来是执法队的人 在救援刘龙 只听砰砰砰的声音不断传来 这些巡检们 对着鬼面人 发动了猛烈的机枪扫射 带头的鬼面人 一边指挥其他人先顿走 一边决定自己留下 摧毁火力网 只见那名鬼面人 一边格挡子弹 一边把手放于地面 紧接着 大量的血丝 在他手中形成了一道 小型的红色龙卷风 下一刻 鬼面人把手中的 红色龙卷风朝前移至 大量的巡检 以及他们的武器 都被刮到了半空之中 与此同时 刘龙还在与正在 钻入他体内的血液对抗 当看到执法 对同胞们的惨状时 刘龙强忍疼痛 飞身一跃 朝着正在控制 红色龙卷风的鬼面人劈去 只听扑斥一声 那名月明鬼面人 直接被劈成了碎片 大量鲜血建设的到处都是 紧接着 刘龙燃烧血液 强行把他体内的血液 逼出了体外 下一秒 刘龙扫了一眼四周 只见有数位鬼面人 正在包围着他 一名鬼面人称赞了一句 刘龙 你用七叠镜燃烧血液 逼出血神 对你自身伤害更大 好一个不要命的疯子 天空此刻还在下着大雨 刘龙无视落在脸上的雨水 十位月明超能 只为李浩一人 八大家族 真的如此重要 一名鬼面人冷笑一声 刘龙 真的以为你们这帮凡人武师 就能留住我们吗 另一位赤裸上身的鬼面人 附和了一句 你真以为 我们便是全部了吗 刘龙无视这些言语 他晾了晾手中的斧子 你们这帮杂碎 来多少 老子杀多少 同一时间 北城 陈坚在这李浩和柳燕 朝银城古院驶去 当来到一座大桥前 只听轰隆一声 前方的桥梁 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陈坚健壮怒骂一声 疯了吧 这帮杂碎居然敢在城市里 用这种量级的炸药 说着 他调转方向盘 以此来避开前方的火焰 片刻之后 李浩三人走下了汽车 因为前方有数道人影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随着火焰渐渐被雨水浇灭 拦住他们去路的人 也逐渐献出了身影 当看到这些鬼面人时 柳燕瞳孔微微一缩 等等 这帮人没有神秘能波动 他们是武师 是破百武师 银城八大家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李浩竟隐得月明 和破百武者的联合追杀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银城 猛烈的雨水 冲刷着大教堂的废墟 一道熊熊的血色火焰扑面来 流龙 把身体往一侧一移 这才堪堪躲过 只听轰隆一声 地面上被炸出一个大坑 流龙扫了一眼四周 居然有十个月明 还是一个队伍的 这场战斗不容小觑 赤裸上身的鬼面人 冷哼一声 流龙 你已经是强弩之末 就等我们慢慢耗死你吧 流龙低声骂了一句 智障 下一秒 流龙的手中 出现两枚小小的水晶球 紧接着 他朝那些鬼面人秩序 只听轰隆一声 随着水晶球的炸裂 这些鬼面人 不得不向四周散去 趁着这个功夫 流龙提醒寻检司的众人 赶紧撤 就这样 在流龙的引导下 执法对剩余的成员们 夺命狂奔 陈烟散去 数十位鬼面人 再度聚在了一起 他们看着流龙逃跑的方向 紧追而去 是要斩杀他们 不一会的功夫 鬼面人的红影 就已经飞到了流龙等人的身后 就在这时 云瑶的身影突然出现 他戴着一副特别的眼镜 手中出现了十多枚水晶球 云瑶此时已经能看到 红影的存在了 用冰晶照染色以后的眼镜 果然可以看到神秘能的波动 下一刻 云瑶将手中的水晶球 尽数丢出 只听轰隆一声 随着水晶球的爆炸 那些红影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把云瑶震惊到了 因为这些破碎的红影 竟然重新组合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云瑶和黑豹面色大变 这种事情简直不可思议 意识到事情不妙 云瑶急忙提醒执法队的成员们 赶紧去北郊 他本人则抱起黑豹快速移动 因为这些红影朝他杀来了 云瑶此时有些好奇 这些怪物到底是什么 神秘能炸弹 竟然也只能将它们炸散 云瑶的速度很快 然而这些红影的速度更快 几乎不一会的功夫 就已经追到了云瑶的身后 就在红影的血爪 即将抓到云瑶时 一道人影将它救了下来 原来是吴超赶到了 吴超肩膀上的云瑶有些惊讶 你怎么来了 吴超解释了一句 李浩让我来接应 他说他死不了 他老是关键时刻会出手 吴超的回应很简短 他不敢多说 以免乱了气息 影响自己的速度 与此同时 一个黑衣鬼面人 正站在楼顶 他看着吴超和云瑶逃跑的方向 这些人要会合 区区斩食物者 居然也敢掺和进来 找死 这个幽兰鬼面 明显与那些赤红鬼面人不同 他虽然也是月明 可却是拥有水能属性 乃是红月势力的成员 同一时间 前往银城古院的李浩三人 被数位赤红鬼面人 拦住了去路 围首的赤红鬼面人大喝一声 留下李浩 不然 你们都得死 听到这句威胁 陈坚和李浩没有说话 柳燕突然说了一个好字 听到柳燕同意 这些鬼面人微微一愣 他们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会答应 就在这时 柳燕拿出机枪 朝着鬼面人扫射了起来 并提醒李浩 赶紧走 柳燕的火力很猛 这些舞者 有的被子弹击伤 有的竟然能够徒手接住子弹 不得不说 他们真的很强 回首的破败舞者 怒喝一声 言而无信 下一秒 他身影一动 双臂一张 宛如雄鹰展翅一般 以极快的速度 朝李浩他们追去 因为他们接到的命令 就是 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李浩不得出城